第一章一觉醒来 我有三个老大龙国首都 一家龙国最好的疗养院内 有一栋特殊的房子 这里配置整个龙国乃至世界最好的设备 和龙国医术最好的医护人员 只因为这栋特殊的房子里面住着一个植物人 今天这里迎来众多的人 都在那个特殊房间的外面 焦急地等待着 父亲 要不您现在坐下休息 您刚出国考察回来 12个小时了都还没合过眼 说话的是一个还帅气的年轻人 一身得体的西装 正在劝说一名走来走去的中年人 是啊 大哥你这样我头晕 说的是另外一名作者的中年人 仔细一看两人非常的相像 爸小叔来了 另外一个年轻人从外面走了进来 后面跟着一对中年夫妻和一名少女 而其中的那个中年人 居然和之前两名中年人非常的相像 大哥二哥现在情况怎么样 最后来的这个中年男人一身军装 说话的声音非常洪亮 我是两个小时前收到消息的说 说有苏醒的迹象就马上通知你们了 但是现在具体什么情况 还不知道不过应该是苏醒了 三名中年人站在一起 要不是看穿着还真的分辨不出来 被叫做大哥的中年人一身深蓝色的外套 里面白色衬衣 之前劝说坐下的那名中年人 则是穿着一身大红色外套 后面来的这的这名则是一身军装 也不怪我没良心啊 没醒之前天天盼着他醒来 但是现在他就要苏醒了 又不知道怎么去面对 年纪看起来就和我家诗然一样的 让我叫他爸 我还真的喊不出口 身穿军装的中年男人 看了看里面 转头对着另外两个人说 这么大个人 这是你该说的吗 小辈都在 怎么说在血缘上 我们三人是他的孩子 这个事情是没法改变的 身穿深蓝色外套的中年男人 冷哼了一声 旁边的年轻人都在偷着笑 这个时候病房的门打开了 几名身穿白大褂的医生走了出来 医生怎么样了 众人连忙围了过去 七嘴八舌地问着 你们停一下 人已经苏醒 你们随时可以进去 医生还没说完 人就已经进去了 围首的医生摇摇头 他内心也是惊骇的 里面那个人 他接手的时候 就已经是十年前了 但是现在为止 容貌居然一点都没有改变 麻烦你们跟我来一下 说话的是一名年轻人 目光敏锐 医生和护士 也不知道什么情况 但是年轻人的语气中 带着不容置疑 就跟着年轻人 来到了一个安静的地方 我不想这个事情传出去 如果里面的人出院了 那么你们将会得到补偿 但是如果这里的发生的事情 泄露出去 后果你们是知道的吧 年轻人轻描淡写地说 但是里面透露出来的威胁 让在场的众人不由得冷汗直下 特别是那个为首的医生 本来还想要不要抽一管血去研究的 瞬间就打消了这个想法 也不想想这群人的身份 捏死自己 还真的和捏死一只蚂蚁那样容易 处理完这边事情的年轻人 也来到了病房 只见病床的位置 已经被围成了一个圈 爸 你终于醒来 身穿深蓝色的衣服的中年人 对着床上的人喊道 只见床上一名十八岁左右 容貌的少年 正在诧异地看着眼前的一切 少年身穿病号服 俊俏的面庞 细看下去 和三名中年人还真的有些相像 如果不知道的 还以为这名少年 是三名中年人其中一人的后代 爸 另外两人也接着喊道 少年更加迷惑了 三位大叔 你们是不是认错人了 我今年才十八岁 怎么可能有你们这么大的儿子 少年挠了挠头 眼前的事情实在是诡异了 特别是这满屋子的人 还有这个病房 说是病房要不是有着这些医疗设备 他都怀疑是一个豪华的套房 三名中年人相互看了看 其实也能理解 少年为什么会有这个表情 但是事实上就是如此 那个 大叔 有没有看到我女朋友 他叫温婉 少年醒来的第一时间 就想起了这个名字 这是他在昏迷期间 一直心心念念的人 可是他说出这个名字的时候 在场的人眼神都是一颤 爸 你别激动 妈早在十年前就去世了 中年人说完 一屋子的人都低下了头 哼哼 不可能 你们再骗我吧 十年前 温婉才十岁 怎么可能 少年呆呆地看着天花板 然后突然恶狠狠地看着眼前的人 前面这群人 不会是骗子吧 只是为什么他们的衣着这么的怪异 见少年不敢相信 中年人让其他人先出去 房间内顿时就剩下三名中年人和少年 爸 不管你相信与否 我们三人确实是您的儿子 三胞胎 我们的母亲叫温婉 又叫宋婉 母亲十年前去世了 这是她和你的照片 中年人说着 拿去手机 调出了一张照片 给少年看 少年接过手机 虽然很好奇 这个电子设备是干什么的 但是现在关心的自己 和眼前这三人的关系 只见照片是在校门口拍的 少年身穿一白色衬衣黑色裤子 少女则是一身碎花裙子 两人非常亲密地靠在一起 现在是什么时间 少年虽然还是不相信 但是也想听到说下事情 他知道自己昏迷了 两人去爬山的时候 少年误食一个红色果实 然后就昏迷了 整个意识属于沉睡状态 眼前这么多诡异的事情 让他不得不开始后怕起来 现在是2023年 3月20日 这么说 我睡了50多年 少年说着 把手机还给了中年人 少年名叫许一文 首都大学的大义学生 而刚才照片中的少女 就是温婉 比许一文大两岁 大三的学生 许一文入学 就被温婉看上了 两人很快坠入爱河 再一次爬山中 许一文吃了一颗红色野果 导致整个人昏迷 我 许一文想要说些什么 但是还是住嘴了 他和温婉两人已经 私定终身了的 早已同床共枕 而且他想起来 在昏迷之前 温婉的就经常呕吐 天天喊泪 胃口也不好 这些种种的迹象 表明那个时候的温婉 就已经很有可能 已经怀孕了 只是自己粗心 并没有知道而已 都是少男少女 这些事情 不知道也很正常 只是看着眼前 三个中年人 他们的脸上 或多或少 都拥有自己的特点 这一切 又不得不让许一文 相信刚才中年人 说的一切 而且 还有个让他 非常痛心的事情 那就是 温婉已经过世了 如果眼前 三个中年人 真的是他和温婉的孩子 那么这么多年来 温婉把三个孩子 抚养成人 他一个弱女子 是多么的不容易 许一文不由得 深深的自责 为什么自己当初 要好奇的 吃那个红色果子 没有那个红色果子 那两人 岂不是能组成 一个美好的五口之家 第二章 三个大佬 第二章 三个大佬那个 你们叫什么名字 许一文内心 接受了这些 他现在想知道 自己昏睡以后 温婉的事情 爸 我叫宋志成 是老大 我叫许念君 是老二 父亲 我叫温如故 声音最大的 就属一身军装的温如故 这个名字 和他军人的身份 一点都不符合 老二的名字怎么看 怎么就像个女的名字 但是听这个名字 许一文不由得想 老二和老三 这两个的名字 一定是温婉娶的 至于老大的名字 感觉不是出自温婉的 而且居然姓宋 对哦 老大说过 温婉叫宋婉 那这个 应该是宋家那边 长辈娶的 我能起来吗 躺了这么多年 许一文的各项身体机能 居然和常人无异 也就稍微偏瘦一点 虽然许一文在问三人 不过人已经掀开被子 下了床 着地的那一下 差点就摔倒 好在稳住了身形 这个可把旁边三人吓得够呛 想要上来搀扶 不过被拒绝了 许一文来到了窗前 拉开窗帘 看着外面的世界 不过这里 也看不到什么 那个能跟我说下 你们母亲的事情吗 许一文找了个位置坐下 他内心也是不安 确实不知道 怎么跟眼前这三个血缘上的 是自己儿子的中年人交流 老大宋志成也是三个人中最沉稳的 虽然是三胞胎年纪都一样 可是从小宋志成就很沉稳 在宋志成的诉说中 他的名字确实是宋家长辈 也就是温婉的父亲给娶的 宋家只有这个一个女儿 而且温婉回到宋家的时候 已经怀有身孕四个多月了 如果打掉的危险系数很大 最终在温婉的苦苦哀求下 最终顺利生下三人 用宋家的财力 给许一文专门建设了一栋楼 用来维持许一文的生理机能 老二和老三的名字是温婉取的 温则是温婉母亲的姓氏 至于温婉 则是在十年前是因为思虑忧伤 心病最终离世 现在有个问题摆在了许一文面前 那就是为什么现在都容颜未改 为什么昏迷不醒也是个谜 哪怕这次突然醒来都是谜 在诉说中 许一文明显感觉到了老大语气中的不满 他能理解 让温婉独自一人抚养他们三人 虽然有着宋家 但是外界的流言蜚语 宋家内部的非议 不是一个二十来岁的女人能承受得住的 之所以坚持下来 估计是因为许一文没有厌弃 存在苏醒的可能吧 听到老大说完 许一文在怨恨自己 为什么不早点苏醒 老大宋志成 现在是整个宋家的家主 宋家主要是从政的 商业上的东西已经全部分割出去了 不再沾染商业上的事情 听宋志成的诉说 许一文感觉自己 这个大儿子应该是位高权重 至少市长一级 老二许念君 名字是温婉取的 许一文知道这个意思 他是在想着自己 所以才有这个名字 老二现在号称龙国首富 宋家当初分割出来的商业板块 现在就是许念君在掌管着 在他的手里发扬光大 现在可以说是 目前龙国最有钱的人 老三温如故 一听到一个名字 许一文就知道 依旧是温婉取的 一切还是如同当年 只是我已苏醒 你已不在 老三现在是龙国最年轻的战区司令 在古代可以说是 封江大力一样的存在 长期在西南驻守 许一文没想到 他和温婉的三个孩子 各个人中龙凤 都是叱咤风云的人物 但这个貌似跟自己也没有关系 不管自己作为温婉的男人 还是这三人的父亲 自己都没有尽到 自己应尽的义务和责任 我家怎么样了 许一文突然想起许家 自己昏迷的事情 肯定吓坏家里人了 爷爷奶奶都已经过世了 许念君低沉地说 在老大的诉说中 许一文知道 三个儿子之所以有三个姓 老大宋志成 是进入宋家族谱的 老二许念君 是进许家的族谱 至于老三温如故 现在代表的是 温婉外婆家那边的势力 所以三个儿子三个家族 也是非常罕见 我想这两天回去来家一趟 许家老家 不知道可不可以 许一文询问的语气 问着三人 在他们三人面前 自己感觉像个晚辈 您等一下 我这就叫医生来 如果可以 今天就出院 老二老三等一下 不急着走吧 一起吃个饭 宋志成很快叫来 自己的大儿子 丰富一下 没一会 一群医生进入了病房 对许一文进行了一顿检查 一边检查 一边嘖嘖称奇 因为许一文的各项数据 居然比正常人都好 出了偏瘦 可是这个才是 刚刚苏醒的人 坐在舒适的车上 许一文看向车窗外面 到处都是高楼大厦 这个首度变化真的很大的 通过了解得知 之前宋志成给他看照片的 那个四四方方的电子产品 叫做手机 能跟人随时随地的通话 视频 还能打字看视频 看小说 能想到的功能上面都有 那么一个小小的东西 居然能有这么多的功能 想想也是很神奇 分钟左右 进入了一个外表 看起来很普通 但是有警卫把守的大院 没有牌子 外表看起来很普通 进入大院后 再开个五分钟 又进入了一个院子 院子五十平方左右 种着花花草草 接着就是一个 看起来很普通的四层小楼 许一文看着眼前的这一切 突然之间就有些害怕 面对这个社会 他感觉跟这个社会格格不入 特别等下 还要面对一大家子人 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开口 是不是应该准备红包 可是自己目前都没钱 想想很纠结 而且对于未来 自己也很迷茫 貌似自己可以躺平了 但是自己这具身体 还是十八岁 对于一个只有十八岁阅历的人来说 面对突如其来的这些 还真的有些不适应 而且十八的人来说 躺平是不可能的 至少还需要读书吧 晚饭还需要一点时间 为了怕许一文尴尬 宋志诚就想先安排个房间 给他好好休息一下 你母亲在这边有房间吗 如果有安排 我住那吧 许一文对着宋志诚说道 好 爸你跟我来 许一文跟着宋志诚来到了三楼 推开了一个房间 只见里面的东西摆放整齐 一切仿佛像是还有人在居住的一样 许一文走进了这个房间 房间里面的梳妆台上 都是温婉的照片 有他和许一文一起的 有温婉单独的 也有温婉跟三孩子一起的 在这些温婉后面拍的照片里面 他能感受到温婉那眼角藏着的忧伤 第三章 一大家子人 第三章 一大家子人母亲去世前说 这个房间要维持原样 直到你苏醒为止 宋志诚也触景生情 到这个房间 就想起了那个温柔的母亲 那个很少会笑的母亲 但是在之前的照片里面 温婉是一个爱笑的人 笑得非常的甜 谢谢 你先忙吧 吃饭的时候再叫我 许一文坐在了梳妆桌前的凳子上 转身对着宋志诚说 好的吧 宋志诚顺手关上的房门 别说许一文不能接受 他们兄弟三人 要不是从小就看过许一文 不然也不能接受 来到了楼下 就看到了自己的妻子张兆青走了过来 父亲 怎么样了 情绪还算稳定吧 估计一时半会难以接受 特别是母亲又已经过世 哎 对了我那两个弟弟他们呢 宋志诚现在已经是喜怒不显的状态了 对于许一文的苏醒 他内心是非常开心的 这个算是了却了他 从小的一个心病 他们三人 从小就被说是没有父亲的野孩子 今天 他们有了父亲 只是这个父亲 可能有些不合常理 他们在院子里面聊天 你也知道 一家人自从母亲过世 都很少能如此团聚了 张兆青也开心 他感受到了丈夫的与众不同 或许是更有人情味了吧 那晚饭就麻烦你了 对了 让殷华把咱孙女接过来 今天吃个团圆饭 好 张兆青前往了厨房 厨房里还有两个人 是许念君的妻子刘婷 和温如故的妻子杨爱国 宋志诚则是去到了院子 看到两个弟弟独自一桌 正在说些什么 大哥 大哥 两人看到宋志诚来了 连忙起身打招呼 孩子们呢 年轻人都没有看到 宋志诚好奇地问 出去办事去了 晚饭之前回来 老三温如故回答 你们刚才在商量什么 大哥 我和三弟在商量 爸的赡养问题 老二许念君说出来 又感觉不对 毕竟许一文还那么年轻 赡养这个词 貌似用起来有些特别 我的意思是 我把爸接到我那边去 我反正平时不怎么忙 而且物质上 也能满足爸的需求 不行 二哥 你有个屁的时间 成云天天吐槽你 都不回家 三天两头看不到人 我说 爸接到我那最好 我那边山清水秀的 适合养老 温如故连忙反对 小弟 不是二哥说你 女儿都没时间照顾的人 哪有时间照顾爸 你自己也要小心 好了 不要说了 你们要想一个问题 爸现在的实际年纪是18岁 他不是个老人家 而且 你们也别牵强了 我看得出来 你们对爸 其实没有什么感情 可能还带着些怨念 毕竟他一睡就50多年 所有的事情 都是母亲一个人扛 今天先吃完饭 明天让个后辈 陪他回一趟老家 我们在的话 他有些拘束 之后再看看他的想法吧 不过很大概率 会重返校园 对了 我已经让英华 去办理爸的相关证件了 身份信息 就挂在老二的户口信息下 关系就是远房堂书 这个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宋家这边是从政 多一个人出来 都会引人关注 老三那边 其实也差不多 那么唯一能行的 就是放在老二许念君下面 关系那一栏填写 父子是完全不能行 18岁的父亲 50岁的儿子 这个是违反医学常识的 行 我没意见 不过我觉得 还是不要让爸待在手多好 说实话 我怕他这个小小年纪承受不了 一直活在过去的世界里面 毕竟我也算看得出来 他对母亲是真爱 走一步看一步吧 在温婉房间里面的许一文 看着房间内的照片 书籍 百感交集 看着这些 就如同温婉还在活着的感觉 你好 我叫温婉 是你的学姐 你呢 那是一个爱笑的女孩 她的笑容是那么的甜美 每每想起 都无法忘却 你好 我叫许一文 学姐多多关照 这是他们第一次见面时候的样子 许一文跨着翻部口袋 踏进了这个梦寐以求的校园 迎面来 就是温婉那悦耳的声音 和那甜美的笑容 作为大山出来的娃子 许一文带着淳朴 腼腆 虽然说穿着朴素的 但是无法掩盖俊美的面庞 都说一见钟情 大多数情况下 是见色起义 这个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想着两人的相识相知相恋 再想到如今 许一文不免掉了下眼泪 连忙擦拭下 生怕别人看到一样 或许她是生怕温婉看到吧 那一堆照片里面 有一张全家福 全家福最中间的地方 是一名老妇人 抱着个小女孩坐在中间 旁边居然是站立着的自己 许一文惊讶了 为什么自己会在这个照片里面 那个老妇人 应该就是老年的温婉 看这个照片拍摄的时间 十年前 那应该就是温婉过世前拍的 这个时候 响起了敲门的声音 许一文收拾了下心情 进来 房门打开 只见一名少女走了进来 许一文知道 这是她三儿子的女儿 叫什么名字不知道 爷爷 下来吃饭了 女孩很活泼 只是进来就直勾勾地看着许一文 这个让她有些不适应 好 谢谢 对了 我能问你个问题吗 为什么这张照片会出现我 许一文红着脸 他都自我感觉十八岁 怎么做人家长辈 他指着那张全家福说 您说这个 这是合成的 就是用您之前的照片 然后合成到这个照片里 少女笑着为许一文解答 他也知道 眼前这个帅气的 稚嫩的少年 就是自己心静爷爷 沉睡了几十年 现在才苏醒 很多现代社会的东西 都不明白 谢谢 走吧 许一文才知道 居然还有这样的东西 深感现代社会的先进 爷爷 我们都是一家人 您没必要说谢谢的 对了 我是你三儿子的女儿 我叫温诗然 家里人都叫我大然然 好 跟着温诗然来到了楼下 满满的一大家子的人 这个让许一文 更加有些不敢上前了 这一家子人都是站着 在等待着许一文的入座 爸 爷爷 太爷爷 对于前面的称呼 许一文还能勉强接受了 可是最后面出来一个 扎着丸子头的小女孩 居然来到了自己的跟前 叫自己太爷爷 这个让他一时也不知道 该说什么好 为了缓解尴尬 许一文只好抱起小丫头 在众人的注视下 来到了那个特意 给他空出来的位置 缓缓地坐下 第四章 特意功能 第四章特意功能 这顿饭吃得很安静 一时半会 大家也不知道说些什么 也可以说 这顿饭吃得有些尴尬 几个老人 已经算是基本接受了 但是这些年轻人 你让他们 接受自己 有这么一个年轻的爷爷 这是不可能的 好在有那个小丫头 通过介绍 知道了这个 自己抱着的小丫头 名叫宋燕然 是整个大家庭的小然然 宋燕纵 英华已经结婚了 宋燕然就是他的女儿 小丫头再过几个月 就三岁了 老二也是有个儿子 名叫许成云 这一辈一共三男一女 目前只有一个结婚 听到宋志成介绍完家里人 许一文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 还真的是开支散业啊 就是老三不大行 老三结婚得晚 目前只有一个女儿 老二呢 许一文明显感觉到了 老二的儿子许成云 对老二两口子 有些不大友好的样子 有时间可以问下老大 吃完饭 大家坐在一起聊天 这是很久没有的事情了 之前温婉还在的时候 大家为了老人 不管有多忙 都会每年在温婉的一声吆喝下 就会马上回来团聚 不管是否在天涯海角 自从温婉过世以后 各种理由就会出现 对于所谓的团聚 也不是那么至关重要的事情 今年算是这几年来 整个大家子最团聚的一天 现在是三个儿子 一一在给许一文 介绍自己的现在工作 这里是详细的 让许一文有个直观的认识 接着就是这些后辈 除了还在读高二的温诗然 其他的都是在工作的 英华在地方磨练 英纵现在在老三的下面任职 至于许成云 则是另外开了一个互联网公司 走的是新媒体 也涉及到了娱乐圈 听你们说完 我更加的愧疚 我没有尽到一天做父亲的义务 感谢你们还认我 许一文非常诚恳地说 今天的这一切 很多话在他的心里 早就想说出来了 我知道 我们彼此有些尴尬 毕竟我现在都还以为我是十八吧 你们兄弟三人 都已经有白发了 你们可以看到你们母亲温婉分上 喊我一声吧 但是你们的子女呢 我想也很难喊出爷爷吧 我暂时是还不知道我以后的道路 明天我想去温婉的墓前看看 然去首都大学逛逛 后天回老家 我现在对于这个社会都是陌生的 所以需要麻烦你们帮我买好票 对了我父母当时是谁操办 许一文打断了准备说什么的宋志成 许一文也是个聪明的人 有些话不用说也是知道的 爸 爷爷奶奶已经过世了 是母亲亲自操办的 许念君小声地说 他很怕刺激到许一文 毕竟他们兄弟三人看出来了 眼前这个年轻的爸爸 似乎内心很脆弱 对于自己兄弟三人 可能在这个年轻的父亲眼里 就是陌生人 谢谢 那个志成 我今晚就歇息在你母亲之前的那个房间吧 麻烦了 那一瞬间 许一文感觉到了忧伤 一觉睡醒 亲爱的人早已过世 父母也已经过世 虽然自己忽然多了一大家子人 但是这一家子 终究让他无法融入 至少暂时是这样 好 你去帮忙铺床吧 宋志成对着一旁的张照青说道 我想出去散散步 你们不要跟来 我知道回来的路 我不会出这个大院的 许一文忽然站起来 走出了大门 众人一时半会 也不知道说什么好 倒是宋燕燃小朋友 紧随着许一文脚步也出了门 我帮你们去看着太爷爷 你们放心 小丫头的声音懦懦的 让大家的不由的松了一口气 许一文出了这栋楼的院子 有些迷茫 自己能去哪里呢 说是出来 其实是自己不知道跟他们说些什么 所以走出来的是最好 闭上眼睛 许一文居然能感受空气中的波动 他敏锐地感觉到 自己这昏睡的五十来年 肯定不是单纯昏睡那么简单 自己的脑海里面 总感觉缺失了一大部分东西 太爷爷 太爷爷 等等然然 然然给你带路 宋燕燃的声音在后面响起 许一文转头一看 一个小家伙 正在向着自己飞奔来 不是宋燕燃还有谁 手上还拿着手机 慢点 小心摔倒 许一文连忙上去抱起小家伙 两人就这样慢慢地散步 小家伙很健谈 一路上都在叽叽喳喳的 跟许一文介绍着这个院子 还时不时会遇到熟人 小丫头都会很熟弱地 跟人家交谈 许一文则显得寡言多了 两人来到一处凉亭 这里是可以休息的地方 宋燕燃拿出手机 正在教许一文 怎么用这个东西 这个叫做手机的东西 还真的是很方便 一不小心 两人都入迷了 咳咳咳 小丫头不自觉地小咳了起来 这一下 让许一文从手机中醒悟过来 怎么了 怎么突然咳嗽 是不是感冒了 连忙关心地询问着 太爷爷 然然没事 小丫头壳得满脸通红 许一文搭上了宋燕燃的手脉 闭上眼的那一刻 能明显地感受到 宋燕燃卖的异样 这是生病了 可是为什么自己会好脉 走吧 我们回去吧 许一文抱起宋燕燃 向着家而去 他要私下问下宋志成 问清楚 宋燕燃是得了什么病的 再一个 为什么今晚没有看到 宋燕燃的母亲 按照道理来说 应该是要出现 回到家的时候 宋志成的妻子 接过了宋燕燃 小丫头已经在打瞌睡了 客厅里面 就剩下宋志成三兄弟了 三人明显是在 等着许一文回来了 那个 志成我有个事要问你 让他们休息吧 我现在健康得很 许一文真的不知道 该怎么称呼三人 没办法 也只好叫人家后面两个字 好的爸 爸你早点休息 爸 晚安 老二老三也都上楼休息去了 就剩下宋志成了 爸 您想要问我什么事情 然然是不是有什么 先天性的疾病 对了然然的妈妈呢 怎么没有看到 许一文直接问宋志成 对于自己刚才居然能感受到 宋燕燃生病 自己也是很奇怪的 自己都不知道 自己突然有了那么个能力 他明显地感觉到 那是他的本能 也就是说 自己应该是经常给人看病的 而且他感觉到 自己身上有不同于常人的力量 但是一时半会又无法解释 他明明记得自己昏睡之前 是没有这个能力的 难道这个 就是传说的特异功能吗 难道自己昏睡期间 有了什么奇遇 哎 没想到爸您能看出来 然然有先天性哮喘 还体弱多病 至于他妈妈 现在在医院 成为了植物人 宋志成叹了一口气 其实有些事情 他本不想告诉自己 这个年轻的父亲的 但是没想到 居然被看出来了 第五章 宋家的危机 第五章 宋家的危机 我方便知道吗 许一文试探性地说 他看向宋志成 貌似有难处 爸 这边 书房我们说吧 宋志成想了想了一下 既然许一文想知道 那自己这个做儿子的 告诉他也无妨 好 许一文跟着宋志成 进到了书房 里面整齐地摆满了书 还有个茶桌 两人坐下 宋志成给许一文倒上了茶 这个事情 也是宋家遗留下来的事情 像宋家这种大家族 有一两个敌人也很正常 而且我目前的位置 也是在某些国家的 对付名单内的 我是属于强势派 自然就遭到了一部分人记恨 伤不到我 就对后背动手 然然的母亲 在要生产的时候 落水受到了惊吓 生下然然以后 现在整个人瘫痪在床 宋志成低沉地说着 还把一些细节也说了 但是谁做的 他只字未提 提了其实也没有用 只能让许一文担心而已 毕竟帮不上忙 更何况 许一文目前都无法自力更生 这也是为什么 当初三个孩子 不同的姓氏的原因 也是为什么许一文 现在画在许念军户口上的原因 如果安排在宋家 那么许一文会有莫大的危险 接着又说了下 现在宋家 以及宋志成本人目前的状况 现在宋志成是关键时期 能不能更上一步 就看今年了 这个时候 也是最危险的时候 一不小心 就可能万劫不复 我是不是苏醒的不是时候 许一文默默的听着宋志成的诉说 喝了一口茶 思绪了两酒 然后才开口说的 爸 您别这么说 您的苏醒一直是妈的愿望 也是我们的愿望 没有说是不是时候的问题 宋志成连忙说 保护许一文 对于宋志成来说 是件小事 听到许一文这样说 他知道许一文误解了他的意思 谢谢你们 你们这多年辛苦了 放心 我明天去看完你妈 就离开 我想重新读书 不知道你 能不能帮安排下 重新读书 是最快了解 这个世界最好的途径 许一文带着宋燕然出去的时候 就一直在想这个问题 可以的 您看一下你想在哪读 大学吗 如果大学可以安排到新海去 诗然就在新海那边读书 不过是高中 要不在首都也行 毕竟当年 您和妈都在首都大学里面念书 那去新海吧 不过我想从高中开始 毕竟过去这么久了 很多事情 很多知识 我都记不清楚 过去了这么久 很多知识 也需要重新系统的学习 许一文摆摆手 回去首都大学 又还有什么意义 一人已经不在 回去也只能是徒增伤悲 好的 明天我和老三商量一下 尽快安排了 对了爸 您这边回老家的话 我安排英纵和成云一起和你回去吧 两人熟悉那边 这不会麻烦两人吧 不会 接着是两人聊了一会 主要是说宋家和温婉的 温婉的父亲母亲 虽然很气恼 但是也是没办法 许一文也并没有抛弃弃子 昏迷这个事情 也不是自己的想的 这个事情是不可抗力的 宋家这边有闲言蜚语 也是很正常 但是都被宋家家主 也就是温婉的父亲压住了 后来就是培养宋志诚的事情了 宋志诚38岁 就当上了宋家的家主 这是老家主力排众议的 好在宋志诚也不负重托 现在的宋家 至少也是首都数一数二的家族了 不光老宋这边位置很高 高的超出了许一文的相信 之前还以为只是个市长级别的 谁知道 眼前自己这个儿子 虽然是市长 但是是首都的市长 差一步就跨入那个神圣的地方了 其他的家族成员 也都有各自的所长 最高的 目前也是市长级别的 许一文回到了温婉的房间 此时床上已经焕然一新 一天下来 也算是蛮累的 主要心累 谁能想到一觉醒来 早已经误视人非 躺在床上 许一文脑海里面 一直在思考着宋志诚说的话 其实他明白 作为宋家家主 他也有他的难处 自己这个身份 也不好摆在宋家 外部危险是一个 可能会影响到宋家内部的团结 倒是真的 自己一个从农村山里出来的娃子 从来都没有想过 飞上枝头做凤凰 哪怕是自己当时考上了首都大学 在那个时候 考上首都大学 可是能光宗耀祖的事情 但是当时自己的想法 就是读完大学 回到家乡去 帮助家乡的人脱贫致富 解决温饱问题 仅此而已 可是现在一觉醒来 大儿子居然执政一方的政要 今年可能还会步入中央 这个是自己完全不敢相信的事情 或许自己能做的 就尽量不要给他们添乱 在床上翻来覆去都睡不着 许一文起身来到梳妆台 缓缓地坐下 脑海里想象着 温婉坐在这里梳妆的样子 她一定不开心吧 一定都在想方设法 让自己苏醒吧 在这个的同时 还要养育三个孩子 她一定很累的吧 看那照片里的她 笑的是那么样的勉强 徐一文 你现在我是温婉的男朋友了呀 不许再张花惹草了 徐一文一些还记得 那是在男生宿舍下 自己被温婉堵住 宣布主权的样子 女孩那银铃般的声音 至今还回荡在自己的耳边 你笑一个啊 不要板着脸 徐一文不是很喜欢拍照 每次拍照 整个人的身体都是僵直的 每次温婉 都会逗自己笑 让自己放松下来 想着之前两人 那温馨的一幕幕 徐一文的眼泪 居然在不知不觉中掉了下来 都怪自己 如果不是自己任性好奇 也不会如此 但是徐一文又很好奇 自己这个沉睡的五十多年 自己的意识 到底去哪里了 因为现在的她 沉睡之前是少年 现在依旧是少年 这里说的星星 一切就真的仿佛睡了一觉的感觉 娃儿 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们的孩子都已经长大了 可是我还没长大 我不知道 未来该去做什么 我多想你给我一点提示 这个该死的命运 我为什么要醒来 就这样一辈子睡下去算了 我还能跟你在下面团聚 徐一文自言自语地说道 泪水已经磨合了她的双眼 或许是累了 或许是为了感受 曾经的恋人留下的气息 徐一文趴在了梳妆台上 看着照片中明媚动人的曾经恋人 不知不觉中 迷迷糊糊地陷入了沉睡 第六章 消失的五十年 第六章消失的五十年 徐一文的脑海里面 突然多一段记忆 一个名字出现在自己的脑海里 听风道长 自己消失的这五十来年 居然灵魂穿越到了异世界 也是一个人类社会 和徐一文所在世界 有着差不多的历史 只是在某个节点分了差 而自己居然原本是一名皇子 厌倦了黄狗的尔虞我诈 选择游历江湖 偶得卓绝的医术 和无上的功法 最终活到了二百岁 这二百年 自己也没有娶妻生子 自始至终 都把自己当成了那个世界的过客 内心一直都牵挂着这边人 家人 恋人 回想着当初的那个红色的果子 应该就是上天故意为之 这个该死的老天 而自己当初不听劝阻去吃了果子 应该是受到了果子的诱惑 他总感觉 有一双无形的大手在操纵自己 让自己前往那个异世界 自己灵魂到那个世界 是在一个刚出生的婴儿身上 一切都是如同安排的那样 徐一文总感觉 上天是让自己在那天一统天下 原本在皇宫的生活是顺利的 很多官员支持 父皇母后喜爱 已经定为未来的储君 可是自己的兄弟却是不同意 自己本来就是淡薄的心态 只好消失在皇宫 游历那个世界 一开始还真的是困难重重 好在可能老天看不下去了 才有了机有的医术和功法 随着那边世界的记忆突如其来 徐一文的脑海里面 突然多了一辈子的记忆 那边异世界的听风道长 可是活了二百多岁 有着丰富的人生阅历 突然之间 徐一文感觉自己的心态就老了 没有了之前的那种少年心态了 这个转变就是一个晚上的事情 也不知道是好是坏 在那个世界 徐一文也遇到了一个和温婉很相像的人 是一个离家出走的大小姐 曾经同行了一段时间 自己也是被那相像的容貌所吸引 只是在接触中 温婉始终只有一个 别人是无可替代的 而且这些种种 徐一文都感觉是上天在跟他开玩笑一样 没当自己心灰意冷 想要回到寻死 回到这个世界的时候 都会有不同的事情阻谋他 一直到二百岁的时候 或许上天是真的被自己折服了 不再管自己了 才让自己在那边结束了生命 是老死的 寿终正寝 或许有好心人会发现自己的尸身 然后掩埋吧 徐一文睁开眼睛 看着窗外那微微亮起的天边 回想着自己作为听风道长时候 所发生的一切 在自己的回忆中 二百年如同过往云烟 但是对于听风道长来说 二百年的惺惺念念 可是如同煎熬一般 如今魂体归位 自己苏醒 但依然已是 这个何尝 又不是另外一种煎熬呢 对于这二百年的记忆 徐一文是悲喜交加 多了这二百年的阅历 自己在面对儿子孙子的时候 就不会显得那样的拘束了 至少他内心是如此的想到 但是多了这二百年的时间 是增加了二百年 对温婉的思念 思念成疾 他还真怕自己会突然病倒 徐一文完美地继承了 自己在那个的医术和武功 突然想起 自己为什么会给宋燕燃小朋友好卖 为什么能看出宋燕燃的不对劲 感情是自己苏醒太快了 和意见那边的记忆 还没有完美融合 未来很迷茫 虽然自己说了 想去读书 但是孤身一人 再这样活下去又有什么意义 这个想法一发不可收拾 就那一瞬间 徐一文还真的想到了轻生 如果自己自己也死了 是不是就能去见到温婉了 这个想法 在徐一文的脑海里面 不断地盘旋着 算了不去想这个事情了 自己现在回到了这个社会 再想那个又有什么意义呢 徐一文就这样站在窗边 看着远方 一直到天光大亮 这一楼传来了响动 应该是有人起床了 徐一文想着 要不要现在出去 算了 再等等吧 现在的他有个念头 那就是迫切地 想去温婉的墓前看看 唠唠嗑 老二和老三 昨晚没有睡在这里 所以早上早餐的时候 只有老大的一家人在 宋志诚明显感觉到了 徐一文的不同 因为说话的样子 非常的老成 和昨晚判若两人 难道是被夺射了 现在不是一切都讲科学 怎么还有这个事情 但是眼前这个徐一文 就不能用科学来形容 五十年容颜未改 这个要是被人知道 可是要被拉去做科学实验的 对了 爸 妈走之前 有东西让我交给你 如果你有一天醒来 可以打开 宋志诚拿出一个木盒子 递给了徐一文 徐一文接过盒子 盒子不中 不知道里面放着什么 好 我吃饱了 老大等下安排下 我想去看看你妈 徐一文站起身 拿着盒子 回去了楼上 进入了温婉的房间 徐一文有些战战兢兢 不知是否要打开 最终还是打开了 里面 居然是一封封信件 放在最上面的那封信件 显然已经很久了 徐一文拿了出来 信封上写着给我最爱的人 徐一文拆开了信封 拿出了信件 这居然是温婉亲笔给自己写的 笨蛋徐一文 傻瓜 为什么要去吃那个果子 现在好了 我可是给你生了三胞胎 宝宝们都很健康 你看不到了 一年了 你这个大傻瓜大笨蛋 居然还没有醒来 我们儿子的可爱样子 你是看不到了 后面还有很多 都是温婉的碎碎念 看着这上面的问题 徐一文就感觉温婉 在他的耳边说话一样 读完了一封 接着下一封 看着这个数量 不会是每一年一封吧 果然不出徐一文所料 整整四十封 每一封的写的日期 都是自己昏睡的那一天 看着这铺满了 梳妆台桌面的信件 徐一文百感交集 原以为自己二百年的思念 是如此的漫长 单手看到这四十封信 更加觉得 温婉这么多年来 过得不容易 进来 门外响起了敲门声 徐一文擦拭了下眼泪 应该是老大上来看自己了 毕竟自己进来 已经一个多小时了 爸 宋志成走了进来 看到徐一文的样子 知道应该是刚才哭过 之前对徐一文的那些怨念一下 就随风吹散了 父母两人的感情是相互的 之前是母亲对父亲的思念 现在角色换过来了 抱歉 让你担心了 这些他每年都会写吗 徐一文笑了笑 歉意地看着自己的大儿子 妈每年在您昏迷的日子 都会写一封 然后去到你的病床前 念给您听 最后再装进这个盒子里 之前他总说 要等你醒来 亲自读给您听 直到过世的前几年 他可能预感到自己 不能活太久 就再也没有说了 宋志诚有些伤心 他是待在母亲身边 最久的孩子 母亲的所作所为 他是最清楚的 走吧 我想去跟他说说话 徐一文说着 开始以一封一封地整理好 放到盒子里 非常的小心翼翼 仿佛在做一件 非常神圣的事情 第七章 帝都市了 第七章帝都市了 温婉的墓 就在他父母的墓地旁边 一行四个人 徐一文和三个儿子 其他人没有叫来 徐一文先是拜祭温婉的父母 自己对不起温婉 更加对不起二楼 每个目前都磕了三个响头 额头都出了血印子 爸 您没必要这样 许念君没想到 自己这个年轻的父亲 居然这么拼命 不会是做戏吧 但是他感觉 徐一文跟他们兄弟三人 之前总隔着一堵墙 虽然是血脉相连 这个他们是非常肯定的 毕竟做过的 昨晚他和温如姑一起走的 两人路上还说 以后真的不知道 怎么面对这个父亲 走吧 徐一文阻止了三人 磕完头 站起来 去向了温婉的墓地 和温婉的墓地 挨着一个墓地 三兄弟大害 怎么就忘记了这个事情 这个墓地 其实是许一文的衣冠种 毕竟真人还没有真的断气 当时三人 就做了衣冠种 陪伴着母亲 现在好了 被发现了 这个可是大逆不道的事情了 本来想的等到某一天 如果许一文苏醒 就把这个墓碑撤掉的 谁知道 三人居然忘记这啥事情 许一文饶有兴致的 看着旁边的那块墓地的碑 上面写的就是自己 爸 这个 三兄弟连忙解释 没事 你们做的没错 就让以前的许一文 陪伴着温婉吧 许一文之所以心态转变 是因为 看到温婉写给他的最后一封 信里温婉满篇都是 许一文能醒来以后 一定要好好地活下去 不可能胡思乱想 所以才有了许一文如今的状态 他现在也不想着死了 一了百了了 他要好好地活下去 带着温婉的意志 走遍天南地北 你们拜计完 就到门口等我吧 让我好好的 跟温婉说一说话 许一文抚摸着温婉的墓碑 温婉说道 三人很快拜计完 一起离开了这里 他们知道 许一文需要这么一个 安静的独处的环境 婉儿 没想到我醒来和你见面 是在这么一个安静的地方 我多想再见你一面 哪怕是在梦里 你很了不起 别人是妇女能顶半天 你则是顶起了整个天 孩子们都很有出息 对了 你知道吗 你都当太奶奶了 我十八岁就当太爷爷了 想想还真的很滑稽 不过婉儿 我们的大儿子 貌似遇到了一些困难 我们的玄孙女身患重病 孙媳妇也是卧病在床 哎呀 不应该跟你说这些的 到时候你又担心 你放心 我会一一解决的 我可没有吹牛 这沉睡的五十年 我的灵魂去到了另外一个世界 在那个世界我学会高超的医术 一定会医治好他们的 以前是你撑起这个家 现在三个儿子都是顶天立地 但是只要需要我的时候 我也是会站出来解决问题 用来补偿我这么多年 对他们的亏欠吧 婉儿 这次来看完你 我就要离开首都了 不过你放心我 每年都会来看你的 待在这里 只会让大儿子束手束脚 与其这样 我还不如离开为好 这个世界变化太大 我已经脱节了 这次离开 我要重新读书了 再次做一会学生 徐一文说着说着 居然以着墓碑睡着了 这里给他的感觉特别的安心 他能感受到 温婉就在他身边一般 三人在门口的车上 也是在商量着 对于徐一文未来的归宿问题 没事 我来照顾吧 大哥现在是关键时期 小弟那边又不太平 到时候让成云安排就行 你们放心 许念君在听完大哥的说话后 想都没有想答应了下来 再怎么说 他也是姓许的 大哥 要不要我派人保护宋家 或者把英华媳妇和女儿 改名换姓 转移到老二那 这个首都不平静啊 温如故皱着眉头 看似风光无限的宋志成 也是步步危险的 他倒是想调回来 只是上面不会同意的 毕竟宋家和温家的关系 大家都知道 好 对了老三 你有没有感觉 把今天和昨天对比 有些不一样 宋志成想了一下就同意了 对于他们这些大家族的子弟 有些不想靠家族 那么就改名换姓 一来自力更生 二来也是减少了不必要的麻烦 还别说 真的还不一样 我能感觉出来 我们这位父亲 可能有着武功 你们两人也知道 我自从跟着外祖祖父 学习拳脚功夫 有没有功夫的人一看便知 不会灵魂换了的吧 许念君下意识地看了下窗外 不会吧 他对母亲的思念 这个是装不出来的 灵魂应该是没有换的 要么一个可能是 他这五十多年 在另外一个我们不为人知的地方 经历了什么 如同小说中的灵魂穿越那样 宋志成连忙出生否决了 如果真的是换了灵魂 那不应该是如今的表现 话说 时间是不是太久了些 都一个小时了 温如故看了看手机 然后对着两人说 徐一文已经在里面一个多小时了 一点动静都没有 走吧 我们去看看 三人下车 再次走进了灵园 远远地就看见徐一文 以着温婉的墓碑在睡觉 等三人走近的时候 只见徐一文的眼角都带着泪 也不知道梦里到底发生了啥 三人的内心也不是滋味 纵使徐一文有牵绊的不对 但是对温婉的感情 是做不得假的 就这一点 他们三人就有义务赡养徐一文 爸 醒醒 宋志成推了推徐一文 徐一文缓缓睁开眼睛 看到三人关切地看着自己 歉意地跟三人点点头 转过身擦掉了眼角的泪水 走吧 徐一文头也不回地走在了前面 睡着那一刻 温婉就出现在他梦里 梦里的温婉笑得非常的开心 开心之余 则是在跟徐一文告别的 或许这就是温婉的执念吧 接下来则是温诗然和许承云 带着徐一文去首都大学逛一逛了 至于宋志成三人 不方便出现在这种公众地方 来到了校门口 除了校门没有改变其他的东西 全部都已经是物是人非了 看着这个熟悉又陌生的地方 徐一文感触颇多 三人进入了校园 来的时候 刚好是下午第一节课下课的时候 所以很多学生 他们也看到了三人 徐一文的颜值 自然没得说的 当初温婉之所以那么大胆 就是因为徐一文 可是被不少人惦记的 徐一文和温诗然也是男帅女量 吸引了不少大胆的人 特别是徐一文 更是有人上来问他要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自然是没有给的 因为没有 逛了几处地方 除了那个小凉亭 还是之前的样子 其他的都已经物是人非 徐一文决定索然无味 一人已不在 故地重游又有何意思呢 徐一文再次回头看向这个大门 或许以后不会再来了 再见了 第八章 回老家 第八章回老家 许承云带着徐一文 去买了不少的衣服 这个可是自己的爷爷 虽然看起来比自己都小 本来想叫温诗然先回去的 温诗然说 男人的眼光不行 对于爷爷衣服 必须要他来挑选 这一买 全身上下直接买了六套 要不是徐一文制止 估计温诗然还要继续买下去 只是他们三人的称呼 让店员一阵无语 怎么回事 为什么两个人 要叫那个看起来 更加年轻的人叫爷爷 现在难道流行这样的称呼了吗 行为艺术 三人回到宋家的时候 已经差不多是饭点 宋志诚把两张卡片交给了许一文 还有一部手机 一个是许一文的身份证 上面的地址写的是许念军的地址 另外一个许一文 不知道是什么 爸 这是身份证 上午的时候办理的 现在出行买动车飞机票 都是需要这个 另外一张是银行卡 是老二给你的 里面有一些小钱 给您日常开销的 密码是妈的生日 宋志诚给许一文介绍 毕竟很多生活上的东西 和现在已经是天差地别的 这个需要跟许一文好好地解释下 好 辛苦你们了 那从老家回来 就直接去老二那吧 学校上的时候 现在还能插进去吗 太麻烦的话 那就到九月吧 许一文看着手里的两张卡 特别是那张精美的 叫银行卡的 他是一点都不信 自己这个大儿子的话 一点小钱 估计里面是个天文数字吧 至于学校的事情 也说了下 安排到温诗然的班级去 只是已经开学了 还能不能安排进去是个问题 没所以才有许一文的这一番说话 如果不行 那就等到九月吧 而且也不一定要一个班级的 问题不大 可以直接安排到诗然的学校去 诗然今年其实只有17岁 读高二 下半年高三 刚好也可以给您熟悉的下学校的知识 其实许一文只要想去读书 只要一句话 高中大学 三兄弟都能给他搞定的 之所以要安排到温诗然的班级 是想温诗然照顾下他爷爷 好 宋家的饭桌上是比较安静的 一般情况下是这样 除非宋燕燃小朋友在 可惜了 今天没有在 一天许一文都没见到自己这个玄孙女了 一问才知道又住院了 许一文决定做些什么 第二天早上 依旧是许成云和温诗然 温诗然可是请假了一周的 所以有着大把的时间 三人一早就赶往了机场 许一文带走了一张 他和温婉的合照 剩下的东西什么都没有带走 昨天晚上躺在床上 许一文琢磨着宋燕燃的病情 太匆忙了 等自己从老家回来 再着手给小丫头治病吧 她用来治病的草药 和这个世界的不一样 但是是否有效她不是很清楚 但是不管怎么样 自己要先尝过 再给这个小丫头用 而且她还要上山去采草药 许一文的老家 在省的一个偏远的地方 当初自己去首都上大学的时候 可是不行了半天 然后坐拖拉机到了镇上 再从镇上坐班车到达市里 从市里坐了七天七夜的火车 才到首都 不过现在方便了 两个小时的飞机 出机场的时候 已经有车在等待着三人了 最后许成云让人离开 自己来开车 不管是首都 还是这个这个安江市 变化都很快 在两人的介绍中 现在如果从安江市 坐这个动车去首都 也就一天的时间 在安江市的路上 许一文打开了车窗 看着窗外的高楼大厦 车水马龙 熟悉的陌生感 一个一小时 到达了田岭乡 三人下车吃了东西 爷爷 许家村已经和几个村子 都搬了出来 合并成一个大村子了 我们家在那也建了房子 今晚我们就在那过夜吧 三人在吃着东西 许成云突然说到 许成云是最熟悉这边的 也是经常回来的 而温诗然则是纯粹的来游玩的 他是第一次来这边 一般清明的时候 三兄弟都是秘密前来的 那原来的许家村 还能去吗 对了我父母葬在哪里 可以的 只不过车只能到山脚下 需要不行 太爷爷 太奶奶他们 就葬在许家村那边 是他们的遗愿 许成云说话有些小心 他还真怕刺激到了 这位年轻的爷爷 等下又突然昏迷 他估计要被自己老爸的 三兄弟打死 那麻烦买些东西 明天我想去拜计下 好 我去吧 我吃饱了的 诗然你陪着爷爷 逛一逛 许成云说着 就站起身离开了 你二伯家 是不是有些不和谐 看到许成云离开了 许一文问向了旁边的温诗然 本来他想问老大的 但是走的时候忘记了 啊 爷爷 这个你都看得出来 这个也太神了吧 温诗然惊讶了 难道二伯家的事情 已经这么明显了吗 接着 温诗然跟许一文 说了许念军家的事情 现在的许念军的妻子 其实是续贤 第一任妻子死于车祸 没有及时得到治疗 而当时许念军忙着生意 没有第一时间赶回来 当时十岁的许成云 内心就有了这么个隔阂 现在的妻子刘婷 则是去年的时候 才在一起的 刘家那边是商界 也只有这么一个女儿 谁知道早年丧夫 下面还有个女儿 两边在撮合下 就在了一起 毕竟是二婚 两人都很低调 这个也导致了许成云 更加的对自己父亲有意见 那个女儿 你们见过没有 能相处吗 对了 成云现在做什么 那个姐姐蛮好相处的 等到星海 会有机会见到了 哎 二哥现在自己做自己事情 也没有跟二伯他们一起住 僵着的呢 二哥是和大哥一样有能力的人 二哥 现在手下好几家公司呢 温诗然叹了口气 看似风光无比的三家 其实背地里的事情 又有几个谁知道 宋家那么危险重重 许家这边 家庭不和谐 温家其实也有说不出的苦衷 哎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你对我说下 你们现在学习什么东西吧 许一文也叹了口气 每个家都不容易 就像现在老大 他可是代表了整个宋家 以及跟着宋家后面的 如果他真的一不小心 那么整个家族都会万劫不复的 爷爷 到时候我让大伯二伯 把你安插到我们班吧 我可以给你补习 我的成绩可是年纪前三的哦 温诗然傲娇地说 就是像是小辈 在长辈面前炫耀自己的成绩 换成别的长辈 肯定有红包了 但是许一文没有 现在纸币居然都很少见 到处都是手机支付 可以 值得表扬 许一文当初可是整个是第一个 考取了首都大学的人 市长亲自送上火车 可见当初是多么的学霸 兮兮 爷爷当初也很厉害了 现在要学的语文数学外语 然后就是文理两个分类 文科是政治历史地理 理科则是物理化学生物 对了 爷爷你们那个时候 要考什么科目 能上首都大学 一定是学霸中的学霸 温诗然一开始还不知道 后来是听自己的母亲说的 那个时候的大学生 是个稀罕的东西 更何况是首都大学的大学生 更何况 这个年轻的爷爷 居然是从大山里面考出来的 温诗然不由的崇拜了起来 还好了 那个时候要考的科目有国文 可能就是你们说的语文吧 数学是必考的 外语那个时候 是三章试卷三门外语 其他的基本和你们差不多 不过不分文理 是什么都要考 一考就是好几天呢 那个时候能参加高考的 要么是生活优越的 要么就是那些刻苦的人 要么是那种天赋一禀的人 比如许一文 温诗然听完 不由的更加崇拜了 第九章 侄子 第九章侄子许成云 提着东西回来的时候 只见自己的小妹 正在眉飞色舞 会声会色 在跟许一文说着学校的事情 还以为小妹会带着人 去镇子上逛一逛 不过想想也不大可能 小妹对这里并不是很熟悉 爷爷 我们去买菜吧 今晚要在村中住 这次回来 我没有通知许家那边的人 许成云做事是很沉稳的 要不是父子两人闹了矛盾 现在的许成云 已经在职长许念君的公司了 好 走吧 买菜的时候 许一文再一次直观地 感受到了现在物价 随随便便的一捆青菜 就差不多十块 一两斤肉就要二三十块钱 当年的时候 青菜是按照分来算 肉是才是计较钱 三人很快买好了菜 直接驱车前往了搬迁的村子 一路上 许一文望着窗外的山 开始逐渐熟悉了起来 其他的东西可以改变 但是山 这个东西 是无法一时半会改变的 而他们行驶的这条路 正是当年许一文求学的道路 温诗然一边拍照 一边在跟人说些什么 许一文坐在副驾驶 旁边开车 许成云在跟他说着这边村子的变化 在行驶了四十来分钟 就在山谷中看到了一个很大的村子 和谦村 村子的房子的样式都是差不多的 听许成云说 当初是政府把几个偏远的村子 全部迁移到了这里 才有了现在这个规模的村子 许一文之前的许家村 也是在搬迁的里面 只是可惜的是 许一文的父母没有享受到这个福利 后来许念军回到了这个村子 买了块地盖了个房子 方便每年回来祭拜 而且许家之前的族人也住在这里 只不过许念军这边没有怎么跟那边打交道 许念军建的房子在村中靠近山边的位置 两栋四层的小楼 前面有个很大的院子 这里定期会有人过来打扫 会有人过来照看的 今天刚好是有人过来照看 三人下车的时候 只见一个妇人正在里面打扫着落叶 嫂子 嫂子 成云回来了 这几天下雨 我就过来看一下 这是诗然吧 看过照片 没想到这么漂亮 咦 旁边这位是 妇女背着一个孩子 看向许一文 她总感觉这个人很熟悉 像是在什么地方见到过 你好 我是诗然的朋友 许一文主动回答 她看得出来 许成云和温诗然不知道怎么介绍自己 索性还不如自己说 这样啊 得了 辈子前几天给你们晒过 我回去了啊 要不晚上去嫂子那吃饭 不用了 我们买了菜的 行 那我先回去了 需要什么去家里啊 妇人说着就离开了 在许成云的解释下 才知道这个是谁 许一文的父亲有两兄弟 然后许一文有一个堂哥 而许一文去读大学的时候 堂哥已经结婚了 小孩都十岁了 而眼前这个妇人 则是许一文侄子的儿媳妇 正确的来说 妇人要叫许一文 叫爷爷 现在唯一来往 就只有这一家了 当初许一文父母的后事 就是他们家协助操办的 所以许念君投桃报李的 再多方面都很照顾这一家人 三人进入了房子 整个房子很整洁 看得出来在帮看护的人 很静心 现在两兄妹愣住了 因为两人都不怎么下厨 菜是买了哦 怎么煮事的问题了 我来煮吧 你们帮宅菜 一个人去烧火 一个做帮我打下手吧 许一文笑了笑 这两个孙子 还真的蛮有意思的 看到这里 居然有火炉这种东西 而且柴房也是有柴火 至于煮饭 则是用电饭锅了 这里也没有适合 用柴火煮饭的工具 烧火的任务 就给了许成云 温诗然则是在帮打下手 许一文的手法 非常的熟练 不管是在这个世界 还是去了异解 许一文都是喜欢自己做饭吃 不能跟那些宫中的御厨比 那至少也是大师级别的 很快 第一个菜的香味就飘出来了 两兄妹都闻到了 这个香味 真的很吸引人 两个人跃跃欲试的样子 想去尝一下这个味道 成云 门外响起了一个老人家的声音 现在的时间是下午的午 天色已经逐渐的黑了下来 好在院子里面有路灯 是唐伯伯 我出去一下 许成云这句话 是对着正在做菜的许一文说的 许成文说完就出去了 许一文能听到外面两人的交谈 很快一个看起来五六十岁的老人 走了进来 就那一刻 许一文仿佛看到了自己那个堂哥的样子 那应该没有错了 这个应该就是自己的侄子了 许维军 诗然也回来了 你们两个也真是的 回来了 也不知道过去打声招呼 去我那吃饭啊 你大哥刚好也在家 一起喝两杯 许成云安排老人坐下 许维军就笑骂着两人 看得出来 两家是真的经常走动的 不然许成云跟对方 也不可能这么亲密 伯伯 不了 我带了同学来 而且我们也做饭了 明晚 明晚去您家 温诗然一旁说 你妈 带着同学怎么了 你伯伯 那还去这两口吃的 再说 你们两个怎么让客人在做菜 许维军笑着 目光来到了正在做菜的许一文 真实的让客人做菜 这两个小辈 也真的是不客气 那个我们不分这个呀 温诗然解释道 哈哈 伯伯懂 现在还是邪业要紧哦 许维军应该是理解错了 把许一文理解成 温诗然的男朋友了 就当他怀着打亮的眼光 仔细看向许一文的时候 整个人都震惊了 久久不能挪开目光 小叔 不可能 他之所以过来这边 是而媳妇回去 跟他说 看到了一个非常眼熟的人 他才过来看的 现在真正看清楚许一文的事 整个人都惊讶的 眼前这个温诗然的同学 居然长得和自己小叔一模一样 这个事情太不可思议了 伯伯怎么 你怎么一直盯着我同学看啊 许一文自始至终都没有说话 温诗然看到许维军这个样子就知道 可能是看出什么了 抱歉啊 小伙子 你很像我一个长辈年轻的时候 好了 我不打扰你们了 记得明晚去伯伯那吃饭啊 许维军站起身 准备回家了 他回去看一看那个一张照片 照片上是许一文去首都之前 一家人拍的全家福 是市里面报社下去拍的 我送你 许成云连忙起身 毕竟许维军已经六十岁了 又是晚上 等到两人离开院子 整个家里就剩下两人了 谁也没有说话 只有许一文炒菜的声音 爷爷 唐伯伯貌似认出你了 那又怎么样 只要我不承认就不怕的 如果许一文没有融合那二百年的记忆 那刚才他可能就喊出对方的名字了 但是现在不同 他有了那二百年的记忆 对于现在的自己来说 就是一个无法用科学来解释的存在 为了少一些麻烦 还是装傻比较好 第十章 许家村 第十章许家村爷爷 那个 许成云回来了 他感觉刚才许维军可能已经认出来了 担心什么 明天我们就去许家村一趟 然后就出去了 再说 别人也就以为我长得像而已 不会相信 我就是当年的那个许一文的 许一文自嘲的笑了笑 一患五十多年 当年还健在的人估计都没有几个了 谁还会相信 自己就是当年那个权势的骄傲 好了 你们两个也不多想 成云拿些箱纸出来 我看到你买了鞭炮的 等一下你来放 一般农村多年未归家 回家是要供饭的 告诉先祖不孝子孙回来了 好的 爷爷 许成云和温诗然都不知道这些 但是自小在农村长大的许一文是知道 反正这位爷爷说什么 他们两人就做什么 听爷爷的话准没有错 而且这位爷爷说话 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稚嫩 少年老成 许一文接过许成云给的箱纸 拿出了六支 点燃 先是去门口点上了三支 再回到供桌上插箱的地方 插上了三支 让许成云盛了一碗饭 这个饭还有讲究 只能是一勺 拿来了一个酒杯 一双筷子 还拿来了一碗炒好的肉菜 接着就是烧纸 许成云和温诗然也跟着许一文在那烧纸 不孝子孙 许一文 回来了 做完这个流程 三人才开始今晚的吃饭 许成云摸不准自己这个爷爷是不是喝酒 所以也没有准备 三人就干巴巴的吃饭 但是两人的胃口特别好 居然没人吃了三碗饭 吃到后面都有些不好意思了 没事 你们喜欢吃吧 我的胃口不是很好 看到两人非常喜欢自己做的菜 内心也非常开心 只是他实在是没有什么胃口 想着自己明天还要面对父母的目 内心就非常的伤感 在一届的情况 其实也差不多的 出去游历回来的时候 在那边的父母也是过世 不过当时没有什么感觉 毕竟一直念叨的 还是在现代社会的父母 但是随着年岁的增加 才觉得其实那个世界的父母 对自己也很不错 可怜天下父母心 用在两世都很贴切 这样说起来 两世都为人的他 都没有做到一个子女 应该尽到的责任 吃完饭 今天算是一天都是在路上 两个年轻人早早的就去休息 只有许一文独自站在院子里面 听着这山村的宁静 在继承了一届的所有以后 他现在再不睡觉 也是可以维持精神状态 这里准确算起来 并不是许一文的老家 今晚之所以无法睡着 是看到了故人 当年还没有到自己腰高度的小娃子 现在已经是满头白发的老头 如果自己身上 看到不到时间的变化 那刚才的那个自己的侄子 就能很好地看到 时间在人身上留下的痕迹 第二天 两个年轻人起来的时候 来到一楼的时间 就看到了许一文已经做好早餐 还是非常丰富的那种 两人都有些不好意思 特别是许承云 如果让自己老爸知道 爷爷给他们做早餐 肯定要骂自己不孝 本来想上去叫你们的 谁知道你们自己起床了 我想去早点 早去早回吗 嗯 爷爷今晚伯伯 一定会叫我们过去吃饭 那我们要公开您的身份吗 许承云询问许一文的意见 不过哪怕公开 估计许维军也不会相信吧 不说 之前那个许一文已经死了 就让他陪着你们的奶奶吧 许一文非常平静地说 两兄妹相互看了一眼 并没有说什么 吃完饭 带上工具 一心人就出发了 车还真的只能看到山脚下 许家村是在半山腰 需要步行上去 踏上了上山的路 扑面而来的是熟悉的感觉 对 就是这个熟悉的路 自己走了无数次的路 远远的还能看到在半山腰的房子 只是这个路都比较荒废 基本没有什么人来这里 三人先是去了许一文的父母 墓前拜祭 父母的墓修得非常好 周围都是用水泥铺好的 这样免得长杂草 两人是紧挨着 都已经上了碑 看样子 要么是温婉 要么是三兄弟 以自己的名义上好的 摆好供品 许一文一边烧纸 一边看着碑文 母亲比父亲去世先 母亲是受不了这个打击才去世的 父亲则是 现在母亲去世后 没有多久就去世了 两人的去世原因 其实归根结底 都是已经昏迷给 两人打击太大了 父母过世 至少二十年以上的时间了 拜祭完父母 三人就前往了许一文长大的地方 许家村 村口的那个大石头 居然还在 旁边的水塘水 倒是没有之前那么多了 自己和村中的小伙伴 无数次从大石头跳进水塘 村口还有两棵很大的梨树 只是一棵已经倒下 另外一棵 也是要死不活的 你们先在这里休息吧 我去走走 好在今天的天气是非常好的 如果下雨的话 他们三人到达许家村的时候 不得全身都势头 好的六爷爷 许成云两兄妹实在是走不动 这个爷爷的体力怎么这么好 他们知道 要不是许一文等他们 他们根本都追不上许一文 许一文拿着镰刀走进了许家村 许家村这边搬出去也十来年了 到处都是杂草丛生的 很多房子都已经倒塌 凭着记忆 许一文找到了曾经的家 而曾经家早已经断壁残垣 就剩下几毒土墙 一些之前的老物件 还能依稀可见 许一文走得很慢 每一个地方都是自己小时候的记忆 古风机 农村叫风车 还有那个锥形的里面掏空的石头 这个以前用来给倒鼓脱壳的 来到了一个类似火坑的地方 这里以前是许家的火屋 一般用来做饭吃饭的地方 围绕着房子走了一圈 许家的房子旁边就是许一文大伯家 大伯家的残败 没有许家这边严重 估许家这边老早就没有人住了 农村的房子一旦没有住 那么就很快地残败下去 山里的凉风 吹散了许一文的头发 站在许家老宅的位置 可以看到山脚下的公路 这条公路一直延伸到里面去 再往前里面还有几个村子 不过应该是搬迁出来 不然这个和谦村 也不会有这么的人家 站在这个位置 可以远远地看到远处的城市 小时候 自己和小伙伴无数次的梦想 就是走出这个大山 去外面开阔一下眼界 而自己当时是第一个走出去的 出去的时候18岁 归来仍然是18岁 当时心态已经老了 等待着温婉的意志 看遍千山万水以后 就回来这里建个小木屋 种点蔬菜 过田园的生活 第十一章 采药 第十一章采药怎么样 承云 身体不太行啊 怎么还没有你妹妹的体力好 许一文回到了那个大石头 今天的目的完成了两个 那么剩下的就是采药的时间 政治上 金钱上的东西 他是帮不了三个儿子 至少自己这一身通天的医术 可以让他们没有后顾之忧 爷爷 我现在腿都是软了 现在回去了吗 许承云好在休息了蛮久的时间 没有之前那样大口喘气了 看来这次回去要加强锻炼了 不然连自己爷爷的脚步都跟不上 那岂不是太丢人了 要不你们回车上去吧 我去山里逛逛 啊 爷爷 你要去山里做什么 许承云没想到 许一文还要去山里面 看看这个原始森林 想想还有些可怕 采点药材有用了 行了你们回车上去吧 许一文不做过多的解释 摆摆手 准备前往山里去 爷爷 我跟你一起去 听说这个季节山里 有很多好好吃的东西 许一文看出来 就体力上来说比许承云强 估计是许承云经常坐在办公室 缺少锻炼吧 你去干嘛 非常危险哦 许一文没好气的说 但是这个孙女一看 就不是那种娇滴滴的一般女生 不愧是老三的孩子 随他 爷爷你放心 我可是16岁就去参加丛林求生了 不像承云哥 天天在办公室里面 经常喝酒熬夜 估计身体早就被掏空了 温诗然非常的自豪的说 还不忘踩一下许承云 听到温诗然说完 许一文连忙上前抓住了许承云的手 许承云都梦了 这个爷爷是要做什么 看样子 有些像龙国传统艺术中的好卖啊 少熬夜 房市要节制 回去后 我给你开个两个方子 一个是做成荷包 放在你身上 放心这个不会有臭味 另外一个是三天喝一次 一个月后告诉我结果 许一文一好卖 就发现了许承云的问题 就一连串的说了出来 两人都非常震惊 怎么 难道这个年轻的爷爷会医术吗 也没听自己的父亲说 许家是医药世家 难道是沉睡的时候领悟的吗 那自己岂不是成为了小白鼠 走了 要来你就跟紧了 小时候进一次山 就会被你们太爷爷打一顿 没一顿都见血了 想想 突然还有些怀念 许一文是对着温诗然的说的 就许承云这个身体 能走下去就不错了 嘻嘻嘻 爷爷 现在这个山里 有什么好吃的 温诗然跟在许一文的后面 四处东张西望的 一切都是那么的好奇 那个 三月炮 很好吃的 现在就是季节 你可以尝一下 等下我们回来的时候 带一些给你哥也吃 对了 叶子和根干都是有刺的 小心一点 两人走了十来分钟 已经进入了山中 许一文指着一片红彤彤的地方 对着温诗然说 三月炮这个东西 可是小时的零食的 能吃饱到回去不想吃饭 好嘞 温诗然笨笨跳跳的过去 摘了几颗就往嘴里送 哇 好吃 好甜啊 温诗然一边吃 一边发出了赞美的话语 好吃就多吃点 对了 注意安全啊 这种上面可能会有臭屁虫 那个虫子可是很臭的 许一文则是在埋头 寻找自己需要的药材 还别说 大山不愧是瑰宝 是农村的福音 草药 木材 水果 都能一一找到 许一文已经找到好几株了 来 爷爷你也吃 温诗然吃了十来个后 就带着自己摘的 来到了许一文的面前 递给了他 谢谢 许一文接过 直接送进了嘴里 还是以前的味道 不由得想起第一次吃这个 还是父母带自己来山里 弄柴火的时候 不用客气 爷爷 你弄草药干嘛 是给成云哥治病吗 温诗然对这个年轻的爷爷 充满了好奇 五十年前的学霸状元 现在又是一个能看病的人 刚才许一文说的时候 自己差点没有忍住 许成云这个人 是圈子里面出了名的花花公子 但是他花的是自己的钱 所以很多人对他不是很反感 也因为如此 他的身体是很差的 而许一文居然一眼就看出来了 这个真的很神奇 不是 成云的 我开房子给他后 他可以自己去抓药 一般药店都有 我这是给小然然的弄的 对了 你要保密哦 许一文吃完三月泡 继续埋头再找药材 看到温诗然这样的问 他也只好如实说 啊 什么 爷爷你能治好小然然 那太好了 你不知道 大伯一家都愁怀了 对了还有大嫂 你能治好大嫂吗 温诗然更加崇拜这个爷爷了 就拆上去 问他要签名 不知道 我没有见过 好了 这个你要保密 好 温诗然满口答应了 温诗然成为了许一文的小尾巴 许一文去奶他就去了 为此 许一文也很无奈 来吃这个很甜的 我们叫茶泡 或者茶泡叶 这个真的很好吃 比那个三月泡好吃 三月泡还有点酸 两人来到一棵茶树这里 刚好上面 接了白中带着绿色的果实 许一文摘了几个 递给了温诗然 自己吃了几个 这个可比三月泡珍贵多了 每年不一定都吃得到 好吃 清甜的 温诗然结果 想都没想 就直接吃了起来 还发出了清脆的声音 许一文差不多找齐了药材 虽然人们的迁移出去 这里的植被更加的茂盛了 而且 许一文的现在的感知能力 至少二百米以内 他能感受到 这座大山里面 有着大型的野生动物 有可能是野猪 在大山里面 野猪是最常见的 小时候许一文他们 只要村中 有人打到野猪 这个就和过年一样 有肉吃 今天的许一文 并不想节外生枝 来山里面 也只是为了采药 现在药已经齐全了 那么就回去了 来到了一条小溪旁边 把药材洗干净 顺便喝一口 这清甜的山泉水 不要趴着直接喝 用手捧起 小心有马黄 许一文看到 温诗然这个女孩子 居然一点不顾形象 想直接趴到水里 直接喝 不由地提醒了一下 哦 好的 听到有马黄 温诗然立马警惕了起来 用手捧起水来喝 时间不早了 要下山了 不然等下天黑 就不好走了 而且 许成云已经打电话来催了 第十二章 堂屋的照片 第十二章堂屋的照片来 给你吃 爷爷说 这个红色的叫三月炮 另外一个叫茶炮 都非常好吃的 温诗然用了一张大的 芭蕉叶包好的 递给了许成云 嘿嘿 还是我妹妹记得我 许成云和温诗然 感情是非常好的 可能是因为 本身许成云就有些不拘小节 跟谁都很亲近吧 不过这个不包括 许念君夫妻俩 以及那个名义上的妹妹 温诗然也喜欢 跟这个二哥亲近 大哥和三哥 可能是遗传了宋志成的性格 也都是官场上的 整天一副 生人物尽的样子 谁愿意跟他们打交道 真的好好吃 比那些什么水果好吃多了 许成云接过 直接就放到了嘴里 还不由地发出了赞扬 全靠爷爷 不然我都不认识这些 温诗然对于许一文 还是很接受的 现在一口一个爷爷的叫着 也不是很别扭 许成云也差不多 两人内心已经接受了 许一文是他们爷爷的这个事情 走吧 回去了 许一文提醒两人 天要黑了 也怪自己 找要花的时间太久了 三人上了车 向着和谦村儿去 对了 今晚真的要去唐伯伯家吃饭 刚才打来电话了 许成云开着车 一边提醒道 没事去吧 许一文倒是看得看 主要他现在这个样子 谁也不会认为 消失了那么久的许一文 至今容颜不改 嘻嘻嘻 那就叫许同学吧 温诗然的思维 总是比较跳脱的 说的好听是活泼 不好听则是没大没小 可以 对了成云 开车是不是需要个什么东西 这个东西 要怎么来 许一文这一路来 就看到许成云在开车 温诗然是没有开的 就不由得点好奇的问 爷爷 您说的是驾照啊 这个需要去考的 快的话一个月就能拿到 您想要考一个吗 许成云知道 那个时候没有驾照这个说法 所以许一文不知道 也很正常 就很耐心的跟许一文解释 爷爷 暑假的时候 我们一起去考吧 成云哥 你得帮我们安排 温诗然早就想去考驾照了 之前是年纪不符合 而且温诗然因为温如故的原因 耽误了两年的上学时间 不然不可能18岁了 现在才是读高二 可以 放心我绝对会请星海最好的教练 许成云一口就答应了 其实许一文也就只是问问而已 没有真正的想去弄这么个驾照 不过既然许成云都这么说 那么他还能说什么 顺着两人的意欧 回到家的第一时间就去洗走 爬山出了一身的汗水 让两兄妹惊讶的是 许一文居然全程都没有出什么汗水 而且不知道是不是他们的错觉 许一文的皮肤比之前更加的好 现在是白里透红的 这个让一向对自己脸蛋很自信的温诗然 都甘拜下风 他们哪里知道 许一文继承了意见在自己的功法 功法是有助于延年益寿 养颜的 随着功法在许一文的体内运转 整个身体机能都将得到改善 现在的他就是一个普通人外表下的绝世高手 对于这个世界来的话 等到三人都洗完澡了 门外有人喊 在许成云的介绍下 知道这是自己那个侄子的儿子 叫许定国 今年38岁了 现在有两个小孩 一个女儿已经读出中了 一个儿子才一岁多 许微君也就是只有这么一个儿子 大哥 大哥 兄妹两出门给来人打招呼 其实许定国算起来 才是真正的这一辈的大哥 毕竟年纪摆在那里 走了 过去吃饭了 对了 把你那同学也带上 许定国的皮肤比较黑 应该是常年劳作晒黑的 说话的声音中气十足 很爽朗 好 是让你去叫你同学 顺便带上东西 许成云对着一旁的温诗然说 温诗然很快进屋 带上了两盒补品 许一文也跟着出来 手上提着的是两瓶好酒 你们啊 来就来 还带东西 等一下被我爸骂 我不帮你们啊 许定国摇摇头 就走在前面带路 两家其实相距也不算太远 走了五分钟左右就到了 许家的房子 和村中大多数房子差不多 都是那种两层的拆迁房 许家这边 只是在旁边又起了两间房子 一个作为厨房 一个是杂物间 跟着许定国 三人走进了家门 许成云不是第一次来了 所以都熟门熟路 许一文则是打量着 家里兴添了蛮多的家具家电 看来是这两年的生活好了起来 家里是非常整洁的 说明这家主人 把家大理的井井有条 成云和诗然 老妇人不用想应该是许维军的老板 一个很慈祥的老婆婆 伯娘伯娘 打扰你们了 兄妹两人连忙打招呼 温诗然把补品给老妇人 这个时候许维军也刚好出现 许成云舅舅把酒交给了他 还带这么多东西 过年的时候 你爸买的那些都还在 真是的 许维军不由得严肃地说道 每次许念军回来的时候 都会给许家这边带很多东西 许成云傻笑 这个话可不好接 很快三人安排坐在堂屋 饭菜还在做着 看来下厨的是许维军啊 这个可是很隆重的 长辈做菜 许一文一直都没有怎么说话 一个女孩子 给三人上了茶 这个应该就是许维军的孙女 在上初中的许细雅吧 小姑娘比较害羞 上完茶人就跑开了 温诗然是坐不住的 坐了一会就站了起来 很快被堂屋供桌旁边的一张表 很好的一张照片吸引了 因为照片上看到了许一文 居然也在里面 爷 许同学 温诗然差点叫爷爷 还好杀住了车 唯一的一家人全家福 爷爷奶奶父母 大伯全家都在照片上 许一文迟迟不过去 就是怕看到 上面那熟悉的人 有所伤感 终究还是站起来 去到了照片前面 照片上的家人 显得很拘束 毕竟是第一次拍照 许一文都不敢看镜头 唯一上镜的 就是许维军 为了拍照 还特意穿上了 唯一没有补丁的衣服 许一文再次看到照片上的人 现在也就他和许维军还在世了 转眼间五十年 物是人非啊 许承云看到了许一文伤感的样子 就知道 一定是看到家人伤感了 不由得瞪了一眼 多事的温诗然 温诗然幡然醒悟 对啊 今天才拜计了太爷爷太奶奶 现在又在这个照片上看到 不伤感才怪 自己怎么那么不懂事 第十三章 晚饭 第十三章晚饭 看到那个照片中 那个帅小伙了没 那个就是你们的爷爷 还别说 和你这个同学真的很像 不过呢 你爷爷那个时候 一边干农活 一边上学 皮肤可是黑不少 许维军的声音传来出来 像是在给人介绍 这个照片上的故事 不不 哪个是你 温诗然明知故问 其实就是为了转一下话题 许一文已经回到了座位 他的话很少 中间那个坐在地上的小孩就是我 我刚和小伙伴从山上回来 就被抓来拍照 当时那个照相机的声音特别大 还把我吓了一跳 许维军笑着说 来来来 准备吃饭 这边来 许维军是来叫三人吃饭的 本来让大孙女留在这陪着三人 谁知道大孙女害羞 上完茶就跑开了 对于许维军来说 许一文的这三个儿子都很神秘的 一般也就清明和过年的时候见到过 接触的最多的也就是许念军 其他两个宋志成和温如固 都感觉很神秘的样子 之所以能认出来温诗然 主要还是看过照片 三人跟着上了桌 满桌都是农村的特色 中间是一锅土鸡炖汤 剩下是腊肉炒竹笋 腊肠 扣肉什么的 可是丰盛的一桌 这个可不像是简简单单的吃个饭 伯伯 满眼的好奇 他长这么大 还是第一次来到这个村子 也是第一次拜祭太爷爷 太奶奶 现在又看到满桌的好菜 非常的好奇 都是一些家常菜 比不了城市里面 来来来动手吧 许维军招呼着 其他的许家人也上桌 许定国整来了一壶烧热了的米酒 承云 我们喝几杯 对这个诗啊 你这个许同学喝酒的吗 许定国给许承云倒上了一杯 再给自己父亲倒上了一杯 看向那个坐在两兄妹中间的许一文 他总感觉很奇怪 两兄妹对这个年轻人 不像是同学的样子 倒像个对待长辈 喝什么 还是读书的 小雅帮你小姑姑和他同学盛饭 在农村有给客人盛饭的 一般都是让碗被娶 温世然刚好站起 饭碗就被人接走了 同样情况的 还有许一文 许家人的基因 还真的很强大可以看得出来 等小姑娘长大了 未来也是个大美女 你们今天去哪玩了 白天过去的时候 没有看到你们在家 许维军其实目光 是不是会看许一文 这个人真的太像他那个叔叔 每次看到都感觉 时间一下就回到五十年前 那是整个村子最热闹的日子 锣鼓喧天 还燃放了鞭炮 我们去许家村 摘野果吃 对了 世然那个叫什么来着 许承云一时半会 还真不知道 今天自己吃的那两个东西叫什么 三月炮 茶炮 你们也认识那个 现在好少了 我小时候也吃过 许定国笑着说 现在在外面这边 也很少种茶树 一般这些是上拉年纪的茶树才会有 至于三月炮这个东西 在和谦村这边 还是比较强 其实和谦村叫富强村 不过大家还是喜欢叫和谦村 嘻嘻 温诗然一笑而过 并不想这个话题继续下去 他才不认识 认识的是旁边的爷爷 我也很久没有回去 那个村子了 房子都倒塌了吧 许为君是从那个村子出来的 难免有些感慨 现在就剩下土强了 许承云很健谈 这个是温诗然的第一感觉 他是知道的 自己这个二哥 可是身价上百亿的大老板 现在围着火炉 吃着农家饭 喝着米酒 香谈甚欢 这个是他完全没想到的 而且他看得出来 许承云很享受这个感觉 边吃边聊中 自然而然的聊到了温诗然的学习 温诗然还是很谦虚的 没有说自己是全年级前三 就说还行 许定国笑着说 让温诗然多帮帮许西亚 许西亚可能是不适应初中的学习 成绩有所下降了 许家这边一直把许一文 当成了温诗然的男朋友 能带来老家的 你跟我说是普通的同学 这个一点都不合理 而且还是单独叫来 但是让人奇怪的是 许承云居然没有任何表态 难道是默认两人谈恋爱吗 温诗然可是只上高二 一顿饭吃了很久 从晚上七点到了十点 主要是许承云跟许定国父子两人喝 相谈甚欢 越喝越有话题说 最后是许承云喝醉了 才结束这场晚饭 本来要留许承云在家里睡的 但是看到许一文 直接背起了许承云 许家人心想这个年轻人的力气 还真的是大的 许承云是有些胖的 至少是140斤那样 居然轻轻松松的 被许一文背了起来 刚走出许家一百米 许承云就让许一文 把他放下下来 二哥 你装醉 看到从许一文背上下来的许承云 走路非常稳 温诗然想到一点 那就是自己这个哥哥是装醉 还是诗然聪明 我不装醉 就把他们父子俩喝醉了 登门把主人家喝醉了 这点不好 许承云的酒量 可是摸爬滚打链出来的 不过今晚还是喝的有些多 至少没有醉 爷爷 你怎么一点都惊讶 温诗然看到许一文风轻云淡的样子 这个样子跟他的外貌一点都不像了 惊讶什么 承云说话的时候都还是很稳的 你觉得他会喝醉了吗 而且你这个哥哥 惊着呢 不然为什么酒壶会在他的手上 每次都没有空杯 许一文点破了许承云 这些还是逃不过他的眼睛的 其实今晚的他有些想喝酒的 想了想还是算了 酒店本身就不好 两世都是这样 醉了把心里话说出来 可是会吓到人 哈哈 还是爷爷火眼晶晶啊 大然然 学着点 许承云笑着说 只是这喝了米酒 出来冷风一吹 脑壳还是真的有些晕 我们明天就去新海吧 对了 等一下 回去我就给你方子 一个做成荷包放在身上或者包里 疲惫 或者要喝醉的时候闻一下 能让人清醒 另外一个是喝 调理你的身体 对了 你要多锻炼 如果坚持不了 我可以督促你 许一文很严肃地说着 那一瞬间 两人真的感受到了一个长辈的威严扑面来 可是对方明明看起来 也就十七八岁的样子 好的 爷爷 第十四章 许念君的家宴 第十四章 许念君的家宴 第二天下午的时候 三人才启程前往安江市 昨晚喝得有一点醉的许成云 一觉睡到了中午十二点 车是不能开的 最后还是他一个电话 让人来开车 送三人到安江市的 到了安江 直接搭乘飞机 前往了新海 刚落地 走出机场的时候 许念君早已经在那里等着了 三人上了车 臭小子 昨晚是不是喝多了 今天怎么这么晚才到 许念君训斥着许成云 上车就闻到了若有若无的酒味 这是酒气还没有散去 就会有的 对不起 下次不会了 许成云冷冰冰的说 要不是许一文在这里 他都不会上许念君的车 你 是我当的的时候 我去找了些东西 不怪成云 许一文出生了 再不出生 他都要怀疑 两父子是不是会吵起来 看来两人的关系 是非常非常不好啊 听到许一文的话 许念君也只好作罢 对于许成云这个儿子 他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特别是最近 居然还在跟自己的公司搞竞争 斗得两败俱伤 缓和气氛后 温诗然出马了 把去许家村的事情跟许念君说了 但是他隐藏了许一文找草药的事情 这个看许一文 如果想告诉 那自然是让许一文自己去说比较好 半个小时左右 车开进了一个类似山庄一样的地方 这里面亭台楼阁都有 还是个中式风格的建筑 看到这个样式 就知道肯定价格不菲吧 而这里就是许念君的家 你去哪 下了车的许成云 直接往门外走 也不知道发什么疯 被许念君吼了一句 我回家 许成云头也不回地说 这不就是你的家 你还能去哪 许念君缓和了下语气 他看到许一文眼光看了过来 眼神带着询问 虽然许一文看起来很年轻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现在的感觉举手投足之间 让自己都不容抗拒 这是你们的家 和我有什么关系 你 我一巴掌 许念君就要上去给这个逆子一巴掌 不过被许一文拦住了 成云 许一文对着许成云平淡的喊了一句 许成云还真的就立马停住了脚步了 然后老老实实的来到了一边 不去看许念君 抱歉 爸 让您看笑话了 许念君低着头 像个认错的小学生 在许一文面前 你自己处理就好 我来是吃饭的 许一文说完 在许念君的带路下 走进了这个忠实的大别墅 许一文在想 皇宫估计和这也差不多了吧 自己这个儿子还真的很有情 二哥 刚才你怎么停下来了 温诗然推了推许成云 很奇怪 刚才许一文的话 就那么的有魔性吗 居然让许成云乖乖的听话 你不懂 如果我刚才没有停住 可能要被爷爷打一顿 而且我告诉你 我们这个爷爷 可能会武功 就像你爸那个警卫一样 许成云小声的说 刚才自己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在听到许一文教自己以后 灵魂都颤了一下 乖乖的回来了 另外一个 对于这个年轻的爷爷 他是越来越尊敬了 甚至有些敬畏 很快就到了晚上吃饭的时候 许一文当然是主位上 右手边是许念君夫妻俩 许念君的妻子名叫刘婷 两人都是二婚 这个之前在首都见过的 但是很好奇 没有看到温诗然说的那个姐姐 爸 学校的事情 我这里安排好了 周一的时候我带你一起过去 和诗然是一个班级 诗然照顾好你爷爷 许念君事情安排得很快 还不忘叮嘱温诗然 毕竟许一文对于现代的知识 很多都不懂 照顾下也是很正常 好 麻烦你了 许一文很客气 虽然心里年纪上来了 但是面对这三个儿子 还是有些很奇怪 说不清楚的感觉 等一下我让刘婷收拾个房间出来 你以后就住在这里吧 承云 你那边还有地方住吗 许一文没有回答许念君的话 而是问正在低头吃东西的许成云 啊 爷爷 有的 只是我那里没有这里这么福利堂皇哦 许成云被点了名 愣了一下 立马回答道 老二 我去和许成云一起住吧 许一文考虑到了 这边有女眷 毕竟说实在不是很熟悉 许成云就不一样 听温诗然说 这个家伙还是个单身狗 其实许一文的本意 是想单独住的 只是不好开口而已 算了 到时候让这个孙子安排好了 许念君绝对不会允许 他出去单独住的 不然许念君不好对其他两个兄弟交代 爸 这怎么想 大哥和小弟那边 可是让我好好照顾你的 他那边和个狗窝一样 也不做饭 许念君里面就拒绝了 自己这个儿子 什么德行 自己还不知道吗 生活一团乱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 的确是个商业奇才 白手起家 现在身价上百亿 这个还是外界的估计 实际情况 许念君是很清楚的 绝对不是表面这点而已 就拿他敢跟自己企业竞争 就能看得出来 没事 我心意已决 就这样说定了 许一文摆摆手 话里带着不容置疑 接下来就是说一些家常的 许一文问了一下 许念君家庭的事情 得知刘婷带拐的安哥女儿 叫刘贤书 现在在许念君的公司里面任职 爸 我想把贤书性改成许可以吗 刘婷鼓起了很大的勇气 恭敬地向着许一文说 这个你们两人商量就行 我没有意见 但是有一点 要听从孩子的建议 许一文看到了许念君的诧异 大概没想到 饭桌上刘婷会有这么一出 许一文也不过分地干预 许念君已经是半百的人了 这个事情 他能自己处理的 好的爸 刘婷很开心 这个时候 外面响起了车辆的声音 是有人回来了 很快只见一个一身 黑色工作服的女人 从外面走了进来 女人完全没想到 自家今晚有客人 她在公司加班 现在才回来了 女人的样貌 和刘婷的有几分相信 不用想 这个可能就是刘婷带过来的 那个孩子 刘贤书 很快 庸人上了一副碗筷 女人走过来 爸 妈 是啊 二个 刘贤书一一地打了招呼 这位是你爷爷 至于为什么叫爷爷 这个一时半会 我也不知道怎么跟你解释 总之 你要知道 他你爸我的亲生父亲就行了 许念君说 这句话的时候 总觉得有些别扭 爷爷 看到许念君这么认真地说 刘贤书明白 这不是开玩笑 于是连忙站起来叫人 眼前这个年轻的帅哥 居然是自己的爷爷 这个也真的是太神奇了 坐吧 辛苦了 许一文摆摆手 第十五章 狗血的事情 第十五章狗血的事情 刚好刘贤书也回来了 就把改姓的事情说了一下 刘贤书完全没有意见 就欣然答应了 饭桌上一下就变成了工作会议了 刘贤书在跟许念君汇报着工作 现在刘贤书是许念君的助理 很多事情需要处理 所以回来晚了点 许一文发现一个有趣的事情 那就是饭桌上 许成文和刘贤书 两人会在不经意间眼神对望 感觉两个人有故事的样子 看来得找个机会问一下 他们两人是不是有什么事情 或许这个也是造成许成文和许念君父子 两一言不合就吵架的原因吧 问谁呢 显然 温是然是最好的人选 吃完饭 许一文谢绝了在许家这边休息 和许成文一起离开了 带上了从首都那边买的东西 衣服和日用品 来到许成文的住处 其实距离许家并不远 也就十分钟的车程走路 估计半个小时吧 他住的这边是个超大的平层 整个装修是很现代的 站在窗边 能俯瞰整个江景 许一文猜测 这个房子的价格应该也不便宜吧 整个房间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乱 只是没有那种人住的烟火气 许成文安排一个大房间给许一文 这个房间的面积 简直差不多和老家的一个 房子面积那么大了 衣服日用品 带了 但是这里居然没有被子什么的 许成文又连忙叫人去买来了床上四件套 房间很多 但是住人就看到了两间 一间应该是许成文的 另外一间一看就是女孩子的房间 许成文说这是温诗然 温诗然久不久会过来这边住 所以安排了一个房间 安排好了这些 许一文就去洗漱休息了 不过在睡觉之前 还是没有忘记再次告诉许成文 别忘记去抓药 而许一文回到房间 则是研究这些草药 许成文现在都是猛逼的 为什么自己这个年轻的爷爷 居然过来和自己一起住 住在自己父亲那里 不是很好吗 又有人做饭 自己这边可是要什么没有什么 这个厨房自从自己搬进来 就没用过了 想不通 第二天早上七点 就想起来敲门声 许成文怒了 谁啊 大清早地打扰他的美梦 可是打开门一看 居然是许一文穿着一身运动服 起床 跑不去 许一文的语气带着不可反抗 许成文一肚子的气 只好咽下去 谁让对方是自己的爷爷 没办法 只好换上衣服 跟着许一文出了门 两人在小裙里面跑了一个小时 是许一文在许成文的后面 鞭策了一个小时 许成文这回算是明白 什么是孙子了 自己现在这个样子 就是累成了孙子 两人还顺便吃了早餐 回到家 许成文腿都软了 正要准备洗澡 睡个回笼觉的时候 自己助理的电话打了过来 说是公司有事情要处理 妈了 这一天天的 爷爷 我去处理公司的事情 如果你要出去逛逛 我可以安排人陪你去 家里的电器 你大概都会用了吧 如果不会的 我晚上回来再叫你 许成文真的欲哭无泪 本想睡个觉 还要去处理事情 好 我知道了 注意安全路上 对了以后每天六点 我就会叫你起床 锻炼一个小时 除非你不回来住 许一文的话 差点被许成文噎死 天啊 还以为这个爷爷 是今天兴致来了 就这一次 谁知道这样的事情 要每天都要如此 好的 爷爷 还能怎么样 只能答应哦 随后许成文就出门了 许一文收拾了下房子 虽然说不脏 但是有些乱 然后就打开电话 熟悉一个世界最好的方法 那就上网和看电视 许一文在温世然的教学下 已经基本会用手机了 中午的时候 许一文还在为自己 吃什么发愁的时候 温世然的电话打了过来 爷爷吃饭了没有 我请你吃大餐 温世然的声音 总是那么的欢快 还没 我现在在成云家里 但是对这边可是不熟悉 能出去也好 多看看 能才重新了解这个世界 只是自己可是人生地不熟的 熙熙 我来接你 说完那边就挂断了电话 15分钟左右 就看到温世然 直接开门进来了 爷爷 走吧 其实是成云哥 让我带你出去吃饭的 好 许成云这个人 很真的深得人情试果 也难怪能创下偌大的公司 两人来到了楼下 就看见一辆 橘色两轮电动车 温世然戴上头盔 上了车 顺手把另外一个头盔 递给了许一文 爷爷上车 许一文上了车 好在温世然背着包 这个车也需要那个所谓的驾照吗 许一文好奇地问 这个东西方便啊 以后上学的时候 可以骑着这个去 这个不需要 但是要戴头盔 如果爷爷你想要 可以跟二伯说 这个车是二伯公司的生产的 好 许一文内心已经有了 要一辆这个二轮电动车的想法 两人来到一个餐厅 找了个靠窗的位置 温世然非常熟练地点了菜 爷爷 对面就我读书的地方 温世然看向了对面 许一文顺着眼光看过去 只见振华中学 四个大字龙飞凤舞的 而且这个校门也是非常的宏伟 今天是周日 所以校门口没有什么人 对了 世然 我问你个问题 承云和贤书是不是有什么故事 许一文不是八卦的人 他只是好奇 昨晚两人的状态 咦 爷爷 这个你也能看得出来 不过这个也不是什么不能说 家里的人都知道 温世然惊讶 自己这个爷爷是真的很细心啊 接着开始诉说起两人的事情 两人其实 之前在大学里面是情侣 但是随着许承云的毕业 就开始忙工作上的事情 两人就那样的断了联系 直到有一天 许念军说 要给许承云找个后妈 许承云对于这个事情 既不赞同 也不反对 但是当两边正式见面的时候 发现自己这个后妈 居然前女友的母亲 本来彼此相爱的两人 就产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 再加上许承云母亲的过世 很大部分原因是 许念军没有及时回来 于是就吵了一架 最后还是宋志诚出面 说服了许承云 虽然说服了 但是自此两父子见面 就要吵两嘴 许一文听完 真的感觉狗血 小说都不敢写这样的剧情啊 居然发生在自己孙子身上 还真的应对了那一句 有情人忠诚兄妹 现在刘贤书又要改姓许了 这下好了 两人更加不可能在一起了 当初知道这个事情的时候 大家的表情和许一文差不多 感觉是这个世界在开玩笑 第十六章 温诗然的追求者 第十六章 温诗然的追求者诗然真巧啊 你也在这里吃饭 一个男生的声音 在许一文的身后响起 片刻 只见一个身穿白色衬衣的 看起来很清爽的男生 出现在两人面前 李同学 真巧 温诗然的表现就很平静了 来人正是温诗然班级的学习委员 李顺 这位是 李顺一直喜欢这个大大咧咧的学霸 温诗然 自从高一见到的一面起 但是高中的他们 要以学业为主 他就把这份感情深深地埋在心底 可是现在他居然看到 温诗然居然在一个男生吃饭 这个让他警惕了起来 当他走过来才发现 对面是一个无比好看的大帅哥 比自己好看太多 这个 让他更加的警惕了 虽然温诗然没有传出谈恋爱的绯闻 但是追求者可是不守 能和他一起吃饭的异性 更加是没有 关你什么事 别打扰我们吃饭 温诗然看到李顺在打量着许一文 就非常不爽 这个可是我爷爷 也是你小子能打量的 诗然 不是这么说 我 李顺一时语色 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说话 他本来是去学校拿东西 然后在马路对面 远远地看到了温诗然 在跟一个男的吃饭 醋意大发地走了过来 虽然这家餐馆 不是那种很奢侈的地方 但是家庭一般的他来说 也是很难得来一次 王宇浩是班级的第一名 而温诗然 则是在第二和第三之间横挑 两人是前后桌 经常讨论一些学习 王宇浩就自然而然地认为 温诗然是喜欢他的 把温诗然当成了一个 自己的物品那般 好了 有什么是明天上学的时候 再说吧 李同学 我现在想安安静静地吃饭 可以吗 温诗然没好气地说 还真的没有眼力近 这家都在赶人了 还愣在那里 那好 我们明天见 李顺走了 走的时候 还挑衅地看了一眼许一文 这个让许一文 有些莫名其妙 之前不这个样子 真是的 温诗然嘟囔了几句 有些伤神 第一次觉得这个李顺 这么地讨厌 其实没关系的 刚才可以叫你同学 一起吃饭的 毕竟以后也是我的同学 低头不见抬头见的 许一文倒是没有什么不舒服 自己这个孙女 长得也不赖 有人追求很正常 少男少女的年纪 对异性感兴趣 也很正常 只是怎么就把自己 当成情敌一样对待 这个可是始料未及的 难道没有发现 其实温诗然的眼睛 跟许一文的有些相像吗 绝对的亲孙女 我听爷爷的 对了 爷爷你住在成云哥那里 还习惯吗 要不要我也搬过去 我虽然不会做菜 但是我会泡方便面 其实温诗然也不想住在家里 想要搬出来 主要是吃饭不自在 倒不是许家那边 对温诗然不好 温诗然和他父亲 温如故一样 倒是大大咧咧的那种 无拘无束的 高中转到新海这边的 一年多了 还是不能习惯许家的生活 你爸同意就行 对了 你对成云住的周边 熟悉没有 比如哪里有菜式 以后买菜也方便 这次出来 还有个原因就是 许一文想要知道 许成云住的周边 哪里有菜式 啊 爷爷 现在买菜都是可以手机下单的 直接送上门 不过要亲自去买 我知道 等一下我带你去 还蛮近的 希希 今晚我就跟我爸说 就说 我要去给爷爷补习 温诗然听到许一文没有意见 欢心雀跃的 恨不得马上就打电话请示 在许家还有一点 每个菜都搞得非常的精致 一点没有烟火器 不像许一文在老家的时候炒的菜 让人看起来就给人吃的 想着以后能天天吃到爷爷做的菜 温诗然不由得更加开心了 然然 这妖巧啊 你也在这里 只见一个一身浮夸穿着 头发五颜六色的少年走了过来 身后跟着五个跟班一样的 我不认识你 请你离开 温诗然都无语了 到底还能不能让他跟爷爷好好吃饭 走了一个还算看得顺眼的 又来了这么一个吊锒铛的 哎呦喂 然然妹妹真的贵人多忘事 情人节的时候 操场上的花海还记得吗 跟班很快拿来了椅子 少年大大咧咧的坐在那 眼神中看向许一文是不屑的 李同学 请你离开 不要打扰我和我朋友吃饭 温诗然眉头皱了皱 这个家伙看爷爷的眼神不对 眼前这个家伙叫王宇浩 家里是爆发户 给学校捐了钱 成了校董之一 在学校还算听话 但是出了学校 结识的都是一些三教九流的 经常打架斗殴 还喜欢调戏漂亮的女同学 很多人对李顺敢怒不敢言 毕竟这个学校可是心海前三的学校 能进去的人 要么刻苦学习的 比如一开始的王宇浩 要么就是有钱有权的 只是一谈好酒里面总有点杂志 而王宇浩 就是这个中学杂志之一 兄弟 混哪的 郑华中学谁人不知道 然然是我女朋友 你小子居然胆敢单独跟他吃饭 我看是活腻了吧 你去郑华中学 或者这一片打听打听 我王宇浩的名头 王宇浩轻蔑地看着许一文 只是让他愤怒的时候 自己说出这些的时候 对方居然依旧是那么平静 把自己当成了空气 王宇浩 请你离开 温诗然真的生气了 如果这个家伙 在做处罚许一文的事情 他不介意告诉许成云 让许成云直接把这个人的家庭都收拾了 好好 我马上就走 然然 王宇浩是知道这个温诗然的背景不简单的 他老爸告诉他 追可以的 但是不要做出格的事情 不然可能会祸及家里的公司 王宇浩离开了 只是离开的时候 对着许一文冷哼了一句 他要回去查这个人底细 在学校里面 貌似从来没有见到这么一号人 凡是在学校跟温诗然说话超过十句的男的 都会被他调查得一清二楚 更何况 今天居然看到跟人吃饭 这个怎么可以能忍得住 烦死了 像狗皮膏药一样 温诗然美好的心情就这么的破灭了 看来我们然然的魅力还真的不错 不过这个就差劲多了 有点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至于第一个嘛 老三应该不会同意的吧 原本是大山孩子的许一文 谁知道 现在自己的三个孩子 已经成为了那种有权有势的家族了 那么温诗然的婚姻 多半不会由他自己做主了 古往今来 大家族都是如此 在一届看到的太多太多了 我都不喜欢 都没有爷爷好看 配不上我 看来温诗然是个严控 许一文摇摇头 干嘛要拿他做对比啊 第十七章 爷爷的管教 第十七章 爷爷的管教 两人吃了饭 结账是许一文结账的 他带了宋志成给他的那张卡 看到这张卡 许一文想要去查看一下 卡上到底有多少钱 他感觉老大拿出来的东西 里面应该有着不少吧 两人出了餐馆 许一文想自己试一下这辆车 在温诗然的教导下 很快 许一文就能稳稳地上路了 温诗然坐在他的身后 还在不停地夸赞许一文学习能力非常的强 这一幕被在对面马路一直守候的王宇浩看到了 画面和场景直接让他怒火中烧 太可恶了 居然有说有笑的 还共骑一辆车 不是男朋友 还能是什么 下定决心 等查到这个男人的底细 一定要给这个男的一个深刻的教训 许一文这边可不知道 自己已经被人惦记上了 即使知道了 他也不怕 只要不是自己的过错 他有时候都在想 出了什么事情 自己的三个儿子都应该能帮他摆平的吧 现在两人前往的是银行 他想要查一下这个卡里 到底有多少钱 插入卡片 输入密码 查看余额 那一连串的铃让一旁的温诗然也傻眼了 这个二儿子还真的好横啊 宋志成说 这个卡是老二给的 在卡里存了9999万 这个也是没谁啊 而且这张卡还能支持透支消费千万 除了银行 许一文久久不能平静 这个里面的钱 估计自己花一辈子都花不完 也不知道自己的儿子们是怎么想 拿起了电话 给老二打了过去 爸 你有什么事吗 此时的许念军正在开会 看到女儿留贤书 不对现在已经改名叫许贤书拿了手机进来给他 上面的备注是父亲 虽然接触的不多 但是许念军知道 自己这个父亲 一般情况下 是不会打电话给他的 于是让许贤书继续主持会议 自己则是出去接电话 没有打扰你吧 我刚才看了下 你们怎么在银行卡里面存那么多钱 我一辈子都用不完啊 没事 爸 您用 我不缺这点钱 如果不够的话 您跟我说 我再给您打过去 许念军很豪横的说 对于他来说 钱就是个数字 一般人有钱了以后就反扑归真 过什么田园生活 他不一样 私人飞机私人游艇 这些都全部整上 商业卫星什么都都有参与 够了的 我听诗然说 你的公司生产电动车的是吗 两个轮子的那种 能给我弄力量吗 上学的时候方便一点 啊 那个您上学 我让司机接送就好了 不用 帮我弄一辆电动车就行 许一文连连拒绝 接送什么的 他是还不习惯的 好的 明天我和您去学校办理完手续 到时候 让人送到学校 听到父亲拒绝的语气 他也不好勉强 一辆电动车而已 小意思了 好 那谢谢了 那你忙吧 不忙不忙 对了 爸晚上来家里吃饭吧 不了 成瑜那里都没开过火一样 我等下去买菜 给开个火 两人说了一下 就挂断了电话 他也能理解 许一文不愿意在家里住 而去跟自己的大儿子住的原因 都是年轻人相处相对 没有那么麻烦 接着他就安排人去组装一辆 顶级的两轮电动车 还是那种全新的高科技的 太阳能充电的 这边打完电话 许一文在温施然市指路下 去往了菜市 菜市这个地方 温施然市第一次来 很多事情是温施然没有体验过的 但是他又不像大家族的那种 大小姐那样娇贵 买的比较多 反正有个大冰箱 今天许一文打开冰箱的时候 里面除了酒就是酒 冰箱难道不是拿来放菜的 这个许承云 直接把冰箱当成了酒柜了 许一文算是体验了下年轻人的生活 买完菜 温施然就去请许一文喝奶茶 对于这种饮料 许一文说不出的感觉 就是太甜了 总体来说还是好喝的 两个回到家的时候 许承云已经回来了 正在客厅看着电视 而面前的桌子上放着两包东西 许一文的鼻子很厉害 一文就知道是药材 看来这个家伙 还真的满听自己话的 也不知道他怎么就相信了 爷爷您回来了 大然然你 怎么不回那边去 温施然是许承云叫出来 带许一文出去逛逛吃饭的 只是没想到 这个丫头 居然没有回许念军那边 跑来了自己这边 不可以吗 还有你不许抽烟了知道不 有女孩子 温施然嘴上说着话 但是手上的动作没有耽搁 很殷勤地跟着许一文来到了厨房 在帮洗菜 哈 这是什么情况 自己倒成为了外人 看到在忙碌的两人 承云 你这里有药罐吗 没有的话去买一个 普通的就行 吃完饭 我给你煎药 放心不会 每天都喝 许一文看到愣在那里的许承云 于是吩咐道 好的 爷爷 药罐是什么 他这完全没有这个东西 好在一个电话就能搞定 晚饭是四菜一汤 三个人吃绰绰有余 不喝酒的情况下 吃完饭 温施然走了 他的东西都在那边 明天就开学了 没有带东西 去怎么行 温施然走的时候 许一文正在煎药 很快就弄好了 放在了许承云面前 许承云看着桌子上的药 闻起来味道还不错 而且颜色也不是那种黑乎乎的 这个和他想象中的不一样 他让助理去按照药方抓药的时候 药店的老师傅都梦了 这个药房是从来没有见过的 迟迟不敢抓药 直到助理说出了事情 不要他负责 才敢抓药给助理 不过药师虽然看不懂这个药方 但是这几位 药都不是有毒的那种 应该没有事吧 别看了 趁热喝了 还有以后少喝酒 少抽烟 如果情况允许的话 十点之前最好就睡觉 对了 明年早上 我会继续叫你起床跑步 喝完药 记得把药罐喝完洗了 一个礼拜喝两次 你可以让人提前抓好 好的爷爷 许承云欲哭无泪啊 这个是真爷爷 自己以后的幸福生活 可能真的要没有了 徐一文说着 回去自己的房间 自己这个方便一应俱全 就差个厨房了 今天还给装上了电脑 徐一文一边手机搜索 一边按照这样式操纵电脑 好在拼音是个好东西 至少在琢磨后 他也会用来打字 用着电脑 徐一文查看着 这五十年的翻天覆地的变化 感慨时代 再进步啊 第十八章 高二班 第十八章高二班 今天的许承云 已经做好了准备 昨晚喝了药以后 果真十点就去休息了 六点的时候就醒来了 当徐一文敲门的时候 他都已经着装好了 徐一文看到他的精神不错 知道这个要起了效果 那没得说的 出发了 今天的锻炼开始了 虽然许承云 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 也感觉自己今天 特别有精气神 但是真正的跑完 回到家的时候 整个人如同难尼一样的瘫在那 徐一文没去管他 两人已经在外面吃了早餐 现在回来洗澡 换身衣服 带上所需的东西 去到楼下等待了 今天是上学的时间 再一次准备要踏进校园 内心还真的百感焦急 爸 这是然然班级的个人资料 在车上 许念军把一份资料 交给了徐一文 今天温诗然也在车上 刚好顺路 徐一文接过文件 快速地翻开了起来 上面有各个科目的任科老师 还有全班同学的资料 许念军之所以要做得这么详细 那也是办法 自己的父亲去上学 三兄弟都无比的紧张 许念军都恨不得 自己建一个学校出来 看了 老二 你有心了 徐一文看了十来分钟 就把资料还给了许念军 许念军内心震惊 这个自己的这个父亲 不会是骗自己吧 谁能向他看得那么快 嘴上可不敢说 车子直接开进了学校 校长亲自下来迎接 直接来到校长办公室 接着就是一个 二十五六岁的短发女性 走了进来 这个人就是 温诗然班级的班主任 于静文 校长把事情说了一遍 就是许一文转学的事情 然后明里暗里 是让于静文要提起精神 多多关照这个转校生 那麻烦于老师了 是知道眼前这个人的 可是龙国首富也不为过 居然这么客客气气的 这个许一文到底是谁啊 许先生客气了 您放心 送走了许念军 于文静带着许一文和温诗然 向着高二班前去 别看是两班 这个班的成绩 可是全年级最好的 所以一开始对于上面 塞了这么个转校生 内心还是不愿意 能这样强塞的 那么十有八九 是有权有势的 当他看到许念军就知道 自己猜测的没有错 但是没办法 作为班主任 要服从校长的安排 除非自己辞职回家 听从父母的安排 走进教室 温诗然首先去了自己的桌位 一个圆脸很可爱的女生 立马跟温诗然 窃窃私语了起来 两人是同桌 大家停一下 我们班今天转来了个新同学 来自我介绍吧 于文静刚才在校长办公室 没怎么注意看许一文 之前在路上也是走在前面 这回才第一次正式地 看清楚自己的这个学生 不看不知道 一看还真的蛮好的看 还是那种越看越耐看的类型 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叫许一文 许一文的话很少 说完话看到于静文递过来的笔 直接在上面写下了三个字 这个三个字把于静文都看呆 妈爷 一个18岁的少年 居然能写入如此苍静有力的字吗 这个也太不可思议 自己家里的爷爷都没有这两下子吧 好我们热烈掌声 欢迎许一文同学加入我们高二班 啪啪啪 那座位就坐那吧 班长多多关照下新同学 于文静点的地方 刚好是第一排的最后位置 靠着窗户坐着一个女生 前面的位置则是温诗然 来的路上 他听到了温诗然叫许一文叫爷爷 大概想到应该是温诗然的亲戚吧 辈分这个东西说不清楚的 许一文向着于文静鞠躬 然后静止走向了那个位置 后排的位置好 没有那么多关注 之前的自己也是喜欢坐在教室的最后一排 温诗然把自己的课本给了许一文 许一文目前还是没有课本情况 他则是和同桌一起看 于文静开始了今天的讲课 今天讲的是古文 一般来说 活古文都是会让人昏昏欲睡的 但是于文静不一样 他的讲课都是非常生动 学生的参与感也是非常强的 很好地调到了学生的积极性 和大多数学生的积极性不同的时候 李顺则是愤怒异常 这个人不就是自己昨天看到的 和温诗然一起吃饭的那个男的吗 不就是帅了点吗 怪不得两人那么的甜蜜 肯定是温诗然动用了家里的权利 把这个男的调到了和温诗然一个班级来了 不是说不谈恋爱吗 可是温诗然对这个新来的叫许一文的 可是真的很英俊 李顺 你来翻译一下这句的意思 啊 抱歉 老是哪一句 李顺没想到自己被忽然点名 刚才的自己还在胡思乱想 一时半会还真的不知道温文静讲到哪里了 顿时满脸通红的 坐下吧 上课要注意力集中 下半年就高三了 温文静一开始就发现了李顺的异常 这个可是班里的尖子生 也是学习刻苦的典范 可不要因为什么事情而耽搁了学习 许同学来回答下吧 温文静直接点名了许一文 他也想看一下 这个插班生有几斤几两 资料上的东西太空白了 凭空出现的一样 好的 老师 这句话的意思 许一文干净利落地站了起来 不去看温诗然给他的提示 信口捏来 从容自信的样子 差点就把温文静看恍惚了 仿佛是在听自己爷爷讲话一样 非常好 许同学的这个翻译比老师的好 大家鼓掌 啪啪啪 温文静示意许一文坐下 继续自己的课程 之前的李顺 更是用恶狠狠的眼神看了过来 许一文感受到了 这个小男生 应该就是喜欢温诗然的那个 看起来很干净的少年 只是少年可能把自己当成情敌了 第一节课终于下课了 温文静让许一文的同桌 带着许一文去拿课本 两人领取了课本 走在回班级的路上 我叫秦雨晴 二班班长 你的同桌 以后请多多关照 宋雨晴走在许一文的旁边 梳着马尾 一身校服 衬托出着青春气息 许一文一黄眼 总感觉眼前这个少女 让自己想起曾经的一个 多多关照 不光是领取了课本 还有校服 许一文有时候在想 以后估计都不用买衣服了 天天穿校服就可以了 现在的学生真好啊 第十九章 食堂风云 第十九章 食堂风云回到教室 对于许一文的加入 并没有引起什么大的波动 大家该干什么 还是做什么 只是因为许一文的俊美 一些女生 开始有了别样的想法 都是青春懵懂的年纪 之所以之前不懵懂 那是因为颜值不够 爷爷 你刚才好厉害 老师都说 你比他翻译的好 温诗然转身趴在许一文的桌子上 满眼崇拜的看着许一文 啥 啊 秦雨晴和温诗然的同桌 都发出了惊讶的声音 什么情况 没有听错了 刚才温诗然叫这个新的插班生叫爷爷 难道他们是亲戚吗 有什么不对 我爸爸他们叫他小叔 我那不得叫爷爷 关系的这一栏写着的 和许念君的关系 确实是书职 只不过书是许一文 职子是许念君 温诗然的声音 不算小声 这一下让旁边的人也惊讶于 这个插班生 居然是斑花之一的温诗然的爷爷 行了 我要看书了 下一节课是什么英文吧 我都不知道 你们学到哪里了 徐一文知道 温诗然就喜欢胡闹 正当温诗然正要告诉徐一文的时候 秦雨晴抢先了 并且还把笔记给了徐一文 也马上上课了 这样趴在这里 也影响到人学习 温诗然转过身 然然 温诗然的同桌 用肩膀碰了碰温诗然 怎么了 还别说 温诗然的这个同桌 居然长着一副萝莉脸 怎么看怎么可爱 双马尾的造型 更添增了可爱 看手机 同桌小声的说 温诗然拿出了手机 就看到同桌给他发的消息 你的这个小爷爷 有女朋友了没 切不介意我做你的小奶奶 乖孙女 看到消息的温诗然 整个人都不好 什么鬼哦 今天才是爷爷上课的第一天 就有人惦记上了 还是自己的同桌 自己的这个同桌 十七岁还没满 如果真正被他得逞了 等爷爷带着个这么小的回去 不行绝对不行 爷爷绝对不能被这群小女生得到 你们不合适 温诗然发完消息 就把手机收好了 现在是上课的时候到了 对于英语 徐一文只能说 还算行吧 主要是口语上的 这一节课没有什么波澜 整个上午的课都没有波澜 没有老师点名徐一文 而徐一文 则是沉浸在书本的海洋里面 他现在的记忆力 能一目十行 情与情是最惊讶的一个 他看到徐一文 快速的翻阅着课本 一个上午的时候 就把这个学期的所有课本 以为他是做样子 但是看他认真的样子 又不像是弄虚作假 中午时间要去食堂吃饭了 好在这个完全不用徐一文愁 这些事情温诗然都可以搞定 三个女生第一次一起去食堂打饭 特别是温诗然和他的同桌了 两人都是校花级别的人物 徐一文自己找了个位置坐下 看到如此多的学生 在或是在排队 或是在聊天 仿佛那一下 徐一文回到了读书的时候 只不过那个时候 他们是要从自己家里带米去 也基本就只有饭 没有菜的 现在的生活 真的是比之前好了太多 一个白面馒头 那个时候是不敢设想的 爷爷 我不知道你喜欢吃什么 就按照我的样式给你打了 对了 忘记告诉你 今天是我的同桌微微请客的 不用还的 她可是个小富婆来着 三女很快找到了徐一文的位置 温诗然的位置 在一个偏僻的角落 还真的蛮符合她低调的性格 温诗然手上拿着两份 一份得给了徐一文 谢谢 还不知道同学叫什么名字 徐一文的声音 居然没有青春期那样的变声期 俗称公鸭嗓 而是一种说不出来的动听的声音 我叫 她叫薇薇薇 是我的好闺蜜 温诗然抢先回答了 她看到薇薇那脸红低下头的样子 就知道 自己这个同桌 可能被自己爷爷的颜值迷住了 天啊 自己可不想要这么一个 萝莉一样的奶奶 秦宇清也有些猛 自己为什么要跟着他们一起来吃饭 鬼使神差一般 而且早熟的她 看到了对面的薇薇薇 一个很可爱的女孩子 应该是春心懵动了 不由得想到 第一次看到身边这个许同学的时候的感觉 给人一种超乎这个年纪的沉稳 然而你在这里啊 薇薇同学也在啊 不介意我也加入吧 王雨昊早就看到了温诗然的位置 还有那个可恶的帅哥 这个家伙 该不会就是温诗然的男朋友吧 这么亲密的样子 介意 温诗然很不留情面的说道 这个人真的太烦了 怎么哪哪都有他 小白脸滚开 这也是你该坐的位置吗 王雨昊伸手就要去拽许一文 一个转笑声而已 强龙还不压地头蛇呢 许一文一个闪开 然后抓起了王雨昊的衣领 直接向着没有人的地方甩了出去 本来还担心准备叫出声的三人 被这一幕惊讶到了 温诗然心想 果然 自己这个爷爷是与众不同的 会医术 会武功 那不就是那些小说里的主角吗 王雨昊有些猛 直到落地的那一刻 才感觉到疼 自己居然被丢出了十来米 这个也太丢脸 不行今天必须废掉这个小白脸 于是一招呼 气势汹汹地冲了过来 王雨昊 别以为你爸真能保住你 说话的是魏巍巍 本来要站在前面说的 但是被许一文护在了后面 再怎么说 也是自家孙女的闺蜜 怎么可能让人吃亏 哼 小子 放学等着 王雨昊走了 回溜溜地走了 这个四个人了 其中两个是他惹不起的 还有个秦宇晴 这个人很神秘很低调 在这个学校里面低调的人 要么是那些只想学习的 要么就是隐藏身份的大佬 但是这个秦宇晴 明显是第二者 因为他都是有车接送的 还是那种有钱都买不到的车 吃饭继续 许一文可不想辜负了美食 他掌握的力道很好的 不会让人受重伤 只是想教训下人 十七八岁的年纪 有点血性很正常 只是不远处的李顺可不这么想 他很想看到王雨昊 好好地教训一下这个许一文 只是没想到 许一文深藏不露 加上有人出头 最终居然让许一文的名声 一下打了出去 顿时仇恨更加深刻了 不过李顺心想 其他比不多你 学习成绩 这个自己可是自己的强项 这次的月考 自己一定全力以赴 一定让温世然看看 自己是多么的优秀 第二十章放学被赌 第二十章放学被赌 回到教室 其他人都在桌子上 趴着休息一会 许一文则不同 他去找了班主任 借来了高一的全部教科书 开始了研读起来 这种久违的学习感觉 让人真的很愉悦 能让人忘却一些烦恼的事情 余文静对于许一文的 这个学习态度非常满意 特别是今天 抽到他回答问题的时候 那个古文翻译 真的越想感觉比自己的越好 只是为什么 还有高一的教材呢 这个就很耐人寻味了 下午的依旧是正常的上课 许一文依旧是在自己的 知识海洋里面遨游 秦宇晴虽然很好奇 但是也没有打扰许一文 他也是个安静的人 就是最后一节课是音乐课 音乐老师不能前来 所以才改为了自习 这个时候 作为班长的秦宇晴 和学习委员李顺 两人就要出来维持班级的 李顺在讲台上 秦宇晴则是在后面观察着 这个自习 只要不是大声喧哗 基本都不会去管的 徐一文终于把所有的知识 都看完了 那也仅限是看完了 记住了 至于能不能运用到 这个就是个问题 他也了解到 现在读大学 是件很容易的事情 但是要进入好一点的大学 那么就得需要 过硬的知识储备 不像之前了 现在是义务教育 人人都十字读书 那个时候 很多小学没有毕业都不读了 家里人觉得 读书没有作用 自己也觉得 读下去 简直是浪费时间 自己如果想要考上好的大学 那么学习成绩这个必不可少 现在截止到目前的知识 自己全部看完了 找个机会 让成云帮自己 搞来高三和大学的一些课程 自己要先给他们来个演书先 看完了书 特别是数学上的 他很想来验证下 自己学的东西 爷爷 我看您今天翻了一天的书了 都记住了 您不会是传说中的过目不忘 要不我给您报名 去参加综艺节目去 绝对能得到冠军 温诗然做完了预习 百无聊急 就转身找许一文说话 他现在是对自己这个爷爷 很感兴趣 这么有趣的一个人 当年的许一文可不是现在这个样子 那个时候 真的是个怀揣着好奇 青涩 对未来憧憬的少年 哪像现在沉稳 犹豫 你哥 许成云 应该能搞到高三和大学的一些课本吧 许一文没有回答温诗然的话 这个孙女还真的很跳脱 还上电视呢 当年上报纸的时候 就非常紧张 那要是上了电视 不对腿脚打扇 可以 其实我那就要 如果爷爷 你需要 我可以明天带给你 对了 今晚我回去就搬过来 跟你和成云哥一起住 今晚就可以带过来给你 自己的父亲和二伯了 两人其实也没有什么意见 倒是温诗然过去 还能更好地照顾许一文 谁让许一文不愿意 住在许念军家里呢 你爸妈同意就行 我没有什么意见 现在除了首都的大学 其他哪些学校比较好 必须新海这边 这个我就知道新海大学 新海传媒大学 其他的 我还真的不知道也 之所以知道这两个 在新海的 就没有谁不知道新海大学的 至于新海传媒大学 则是听许成云说的 毕竟许成云下面 还有个娱乐公司 东南政法大学 华夏经贸大学 东南师范大学 新海科技大学 这些都是新海很好的学校 都是不弱于新海大学的 只是名声 没有新海大学那么大而已 魏魏魏接着温诗然的话说 他是新海本地人 对于这个很清楚 也是很正常的 哇 居然有这么多所大学啊 温诗然惊讶了 这是他第一次知道 新海有这么多大学 首都也就是帝都 新海 江城号称龙国 华夏 三大大学城 全国著名的大学 大多数都集中在这三个城市 许一文看向魏魏魏 这个可爱的女生 懂得事情还真多 魏魏魏看到许一文 看向了自己 脸顿时红了起来 哇 魏魏 我怀疑你是不是在 扮猪吃老虎 说 是不是空分了 温同学 许同学 请不要打扰其他人学习 李顺在讲台上 点了两人名字 但是没有点名魏魏魏 很明显是公报私仇 温诗然恶狠狠地 看了对方一眼 作证了 许一文倒是没有什么 一笑而过 李顺转身 脸上闪过得意的笑 很快到了放学的时间 今天温诗然的车没有开来 而许念军 已经把许一文要的车送来 所以今晚 他要送温诗然回去 两人来到了门卫这里拿车 取了车 推着车出了校门 第一天的校园生活 就那样过去了 总的感觉还不错 找到一点之前久违的感觉 上车 走了 跟你哥说一声 今晚吃饭 让他自己解决 许一文上了车 戴上头盔 示意温诗然赶快上车 今晚送温诗然回去 肯定要到许念军家 到了家不吃饭 还不知道许念军 会不会胡思乱想 干脆就先让许成云 晚饭自己解决吧 好嘞 温诗然跳上了车 好在许一文重心很稳 不然会不会翻车 还难说 真是个貌貌实实的丫头 许一文开得不快 只是温诗然很诧异 这边的位置 貌似不是回家的路 很快他就知道是什么原因 只见五六辆很小的摩托车 不像摩托车 电动车不像电动车的 把人围了起来 从车上一共下来了十来人 为首的正是王语浩 许一文不慌不忙 把车停好 把温诗然护在身后 他之所以敢带着温诗然冒这个险 那就是有全身的把握 再说 王语浩貌似有些惧怕温诗然 好小子 居然这么有自知之明 放心 不打你脸 王语浩笑着说 这个家伙今天被甩飞那么远 现在还能笑得出来 也是没有谁了 王语浩 你敢动我爷爷一根豪猛 我让你吃不完兜着走 温诗然指着王语浩 怒视道 然然 你这是在玩什么行为艺术 还爷爷呢 我是他爷爷差不多 搁几个只要不打死 出了数我来扛 然然你最好躲远点 这里没有摄像头 可碰到可别怪我 王语浩说着 退出了人群 拿出手机 准备拍摄许一文被揍的场景 许一文笑了笑 看到对面这些头发乱七八糟 什么颜色都有 身上还有纹身 手中拿着铁轨 棒球棍 看起来也就十八九的少年 不免有些摇摇头 既然没有人管教你们 那今天我来让你们吃吃苦头吧 第21章 以一敌时 第21章 以一敌时爷爷 我已经打了电话 二伯的人就会来 温诗然小声地说道 虽然他知道许一文会武功 但是眼前这可是十来人 要是伤到了就难搞了 要是自己老爸知道了 肯定说自己没有照顾好爷爷 嗯 让人来善后也好 你退到一边去 头盔拿好 许一文点了点头 让头盔递给了温诗然 并且让他退后一点 而这里刚好是个死胡同巷子 这个也是许一文 故意引诱过来的 他就是为了以后少点人惦记 才是有现在这一幕 许一文握了握拳头 摆好了姿势 妈的 他以为他是大侠呢 尚只要不弄死就行 王宇浩看到许一文的这个动作 就来气 摆那么帅的动作给谁看 装逼的家伙 这群人也听到王宇浩的话 两人率先向许一文发起了攻击 只见是两个手持铁棍的 直接向着许一文狠砸过去 许一文没有躲闪 两只各抓住了一根铁棍 直接一个旋转 两个手持铁棍的混混 直接凌空转了几圈 重重地摔到了地上 发出了痛苦的哀嚎声 众人都看呆了 这个人的力气 也实在是太大了吧 这些在电视上 才能看到的动作场景 居然在现实中发生了 一起来吧 不过瘾 许一文露出了难得的冷酷的表情 意犹未尽的样子 挑衅地看着剩下的人 这个年纪的人 怎么经受得住别人的挑衅 哪怕刚才许一文 已经展现出了超乎常人的力量 但是那又怎么样 无知者无惧 一群人蜂拥地冲向了许一文 温诗然已经被刚才的场景震惊了 现在看到一群人冲向了许一文 也忘记了呼喊 哼 许一文冷笑一声 一个飞声 直接踹飞两个 单手又接住了另外一人手中的棒球棍 对着就是一脚 场中出现了一面倒的场景 许一文如入无人之地 片刻之后 地上躺了十来个人 许一文一步步向着王雨昊走了过去 你不要过来 兄弟 我有钱 王雨昊被吓得连连后退 许一文可不管这个 抓起这个家伙的衣领 直接往墙上一扔 然后走回到电动车那 结果温诗然的头盔戴好 开着车走在就要走出巷子的时候 对着在那装死的王雨昊说一句话 我只想好好地读书 不要打扰我 不然下次就不是这样了 说完就扬长而去了 王雨昊尿都被吓出来了 他只觉得今晚非常的丢人 这个仇 他是必须要报的 会点武功又怎么样 他又不是没有见过 只要钱给的足 什么人请不来 就像他父亲的那个司机 就是很绝色 听说以前是个杀手 武功很好 后来是因为他父亲 帮那个司机摆平了一些事情 所以现在既是司机也是保镖 那个人也是能以一敌十的 更何况躺在地上这些 只是自己叫来的小混混而已 徐一文真的只是想安安静静地学习 他不学习的话 就没有什么事情能做 不做事情 那么他就会毒私人 爷爷 怎么了 我疏忽了 下次这种事情不带你了 你要是有个损伤 我可是没法向老三交代 今天之所以带上了温诗然 是因为今天来找他的这些 根本就是那种恋家子的 自己非常有自信 能轻易地解决 下次可不能这样了 这个孙女可是手无缚机之力 不不不 爷爷 下次有这么刺激的 必须要带我上 其实我学过军体权 听到徐一文下次不带他 他立马就急眼 这么刺激好玩的事情 不带自己怎么行 对了 你刚才是给谁打电话 老二 还是你爸 徐一文内心大概想到 可能是给老二许念君打电话吧 毕竟老三在南疆去了 都不是 二伯开了一个安保公司 安顿的是我爸那边 因为各种原因退伍的兵 这个安保公司 其实是在我的名下 我在遇到危险的时候 有权调动他们 其实 整个许家的公司安保人员 大多数都是温如故那边的退伍老兵 包括许承云的公司也是 也算是帮温如故解决一个大问题吧 两人离去没有多久 两辆面包车 就停在了刚才打架的地方 从车上下来了七八个迷彩服 众人查看了一番以后 立马就把事情向上面汇报了 然后抓住了一个 问清楚了来龙去卖以后 就又火速离开了 一整套过城行云流水 王公子 我们的医药费你可一定要给啊 兄弟们几个 差点命都没有了 这些混混围拢了过来 平时吓唬人还行 真的打起来 遇到了这样硬茬子 哪能是对手 而且 这些人围着王雨昊 就是怕这个家伙赖账 放心 每人一千 明天拿给你们 王雨昊不想给钱 自己还出了大丑 还想花钱 想都不要想 不是兄弟几个信不过王公子 只是你也知道 兄弟几个的难处 好几个都吐血了 为首的是一个黄毛 这个三月份 居然穿着背心 也不怕冷 露出了手臂上的纹身 你们 等着 王雨昊没有办法 只好打了电话 让人送钱了 不过这个事情绝对没完 找个机会 得让自己父亲的 那个司机 出来教训下这个小白脸 两个人还真的不要脸 都知道干爹干爹的 现在出来了个干爷爷 温诗然也不是什么正经女孩 一路上温诗然都是叽叽喳喳的 徐一文被吵得 实在是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好在有耐心 而且看起来 自己倒是可以教温诗然武功 以后也能有自保的能力 虽然战斗结束得很快 但是徐一文内心 有一种久违的兴奋感 这是一种非常熟悉的感觉 两人回到了许家这边 许念军在门口等待着 看到徐一文回来 连忙上去询问有没有受伤 要不要以后专车接送好了 徐一文摆摆手说 不用了 自己没有事的 果然来到这里 就会被留下吃饭 饭桌上 温诗然说了 要过去许成云那边住 刘廷吓一跳 难道自己没有照顾好这个侄女吗 这是不愿意在这边住吗 好在温诗然解释 过去住是因为想要照顾爷爷 这才打消了刘廷的顾虑 爸 我想今年带着贤叔一起去扫墓 然后入祖谱 可以 这个你们决定就好 我没有什么意见 对了 祖谱是什么情况 徐一文一时半会还没反应过来 祖谱不是应该在许家老家吗 难道老二成为了许家的组长吗 是这样 我们四字开了个祖谱 从太爷爷太奶奶开始 大哥和三弟一家都在祖谱上 祖谱由大哥保管着 许念军解释了一番 许一文大致了解了 三兄弟都是不同的姓氏 所以开了个祖谱 上面分为了三只 随着前面两代还是很亲近 但是到后面 有了祖谱就不一样 就能说明是一家人 第二十二章 最后的希望 第二十二章最后的希望 对于这个事情 许一文没有意见 其实他也不懂这个 哪怕在意见那边 也是一个人逍遥世间 也就这边苏醒了 才发现自己突然做了父亲 爷爷 甚至还是太爷爷 饭桌上许贤书的话很少 许念军和刘婷 也都没有给他细说 为什么要叫一个年轻的小伙子 而且是突然冒出来的那种 他是知道 三人去了一趟帝都 只是不知道 那边发生了什么 吃完饭 许一文和温诗然 就去许成文那边了 至于剩下的东西 则是让司机开车拉过去 也不需要拿什么了 对了 还他的电动车也要开走 这边三人把两人送出大门 贤书 是不是很好奇 为什么我和你妈 要叫一个比你还年轻的小伙子 叫父亲 三人回到家里 就坐在客厅里里面聊天 爸 妈这么做 自然有你们的道理 许贤书倒是没有说什么 姓也只是改了 并没有正式的仪式 这个仪式 可能要到清明的时候了 成文有你这么懂事 就好了 哎 清明的时候 带你见下家里人 上次你小叔没有到 你大哥也出差了 你还没见过你那个小侄女吧 古灵精怪一个 就是爱 许念军叹气啊 宋燕然病魔缠身 导致现在都还没上学 好的 爸 对了 去休息吧 你也忙了一天 许贤书跟两人说了 晚上就上楼去了 怎么了 老许有什么事情吗 两人在一起也蛮久了 知道许念军把女儿支走 肯定是有什么要跟自己说的 这周五 大嫂带着吴玲 宋英华的妻子 宋燕然的妈妈 何然然过来这边 大嫂何然然你安排下 医院那边我来安排 好 对于这个事情 在帝都的时候 就已经说好了的 在帝都只会让宋志成分心 在这边的话 安保是没有问题的 而且是许念军的私人飞机 去接的 官场上的事情 许念军能帮得到不多 这边许一文则是不知道这个事情 他给自己那个玄孙女配的药 算是配好了 只是自己还没有尝试 也没有时间 两人回到许成云这里的时候 看到许成云正在吃着外卖 但是看这个盒子 就知道这个外卖一定不便宜 爷爷 您回来了 咦 大嫂让你来我这里干嘛 许成云看到温诗然很诧异 看这个架势 不会是要常住这里吧 那以后在家里 就不能太随意了 我来照顾爷爷 已经常住这里了 温诗然挑了挑眉 和许一文一起把东西拖进自己的房间 忙完这些 许一文就进入了自己的房间 肯定是去上网 温诗然则是来到许成云的对面坐下 看着满满一大桌的外面 嘖嘖嘖 哥你真的奢侈啊 这个下来好几百吧 要不要一起吃 我一个人吃不完 冰箱被爷爷买的菜放满了 吃不完只能倒掉了 许成云颇为无奈的说 这个爷爷还真是很特别啊 对了 我跟你说 爷爷的身手很好 今天一个人打十个轻轻松松 你以后小心点 别得罪爷爷 不然揍你没上伤了 什么鬼 我怎么可能得罪爷爷 你不知道 我吃了他开的药 昨晚睡得特别好 今天一天精神都很好 我现在孝敬他 还来不及呢 许成云今天和许一文锻炼文 就去洗澡了 本来想睡一觉的 但是感觉自己的精神非常不错 也没有第一次锻炼那么累了 今天去公司的时候 处理事情上 也是能注意力集中 那还差不多了 对了 上次不是说贤叔姐要改姓的事情吗 这个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 就在清明的时候 哥 你还喜欢贤叔姐吗 如果喜欢这个 可就是最后的机会了 如果真的进了族谱 那么你们两个就没有机会了 她就只能是你的妹妹了 感情温世然过来 是说这个事情的 看得出来 她是真心关心 许成云和许贤叔的事情 她一直觉得 两人其实还般配的 那要怎么样 现在她母亲是我后妈 而且我们当初也分手了 至于为什么 分手我至今还不知道 说到这个事情 许成云就想喝酒 下意识地看了下许一文的房间 最终还是忍住了 没有去拿酒 你说有没有这么一个可能 贤叔姐发现 二伯和二伯母谈恋爱了 又知道了你的身份 所以才给你选择分手的 毕竟女儿一般都心疼母亲的 牺牲自己的幸福 成全母亲的幸福 也是合乎常理 你说呢 温世然一顿分析 也不知道她的脑瓜子 都在想什么 这个都能想到 许成云陷入了沉默 她在回想 想着整个事情 还真的是那么巧合 两人分手一年后 自己的父亲 就和许贤叔的母亲 正式在一起了 而且之前自己就知道 自己父亲在谈恋爱 只是对于这种事情 自己不想去理睬而已 谁愿意给自己找个后妈 在许成云的眼里 这是许念君 对自己亲生母亲的不忠 越想 越觉得温世然说 这个很有可能 那要怎么样 之前可能是名义上的 再过段时间 就成为我实质上的妹妹了 许成云有些烦恼 一想到这个事情 整个人都不好 就想出去花天酒地 酒精来麻痹自己 哥 要不 我哪天 把贤叔姐约出来 你们两个人当面 好好谈一谈 谈什么 即使两情相悦 又能怎么样 还能在一起不成吗 许成云连忙拒绝了 如果双方知道 彼此还爱的话 那只会徒增伤悲而已 可以啊 那个小说电视里面 不是都有这个剧情吗 醉得觉得都是圆满的 你少看些这些 不三不四的小说电视 认真读书 还要你 还要辅导爷爷的学习 对了 爷爷要的课本 我给他搞来了 我还没拿给他呢 许成云恨不得 给自己这个妹妹 来这么一巴掌 整天脑海里面在想什么 成云哥 以前可能不行 但是现在不一样 大伯 二伯 加上我爸 他们上面现在有爷爷 只要爷爷不反对 你和贤叔姐就能在一起 他们三兄弟 虽然说 对于爷爷一时半会 还是无法接受 但是爷爷说什么 他们都会无条件去办 温诗然小声的 对着许成云说 以前三兄弟算是各国各的 现在不一样了 做事情都要考虑全局了 特别是要考虑 许一文的感受了 你别掺和了 快去洗澡睡觉吧 明天不上课了 许成云感人了 这个妹妹 竟出些馊主意 爱和不爱 又能怎么样呢 自己现在过得也很好啊 不是吗 温诗然虽然走了 但是眼睛在乱转 似乎要继续搞事 第23章 魏巍巍动了心 第23章 魏巍巍动了心第二天 同样的时间 许一文敲响了门 只不过 今天要加一个温诗然 要想习武 必须要先从基础的 锻炼好体力才行 不然练出来的 只能是花拳绣腿 中看不中用的假把式 许成云经过两天 已经习惯 而且晚上的睡眠特别好 之前一个晚上 能醒来五六次 现在好了 一觉到天亮 至于温诗然完全没有习惯 穿着睡衣 打开了房门 睡眼轻松的 眼角还有眼屎 糟糕美少女 居然也有这个 许一文可不管这个 刷了牙 带着两人就开始了晨练 主要还是跑步 学武功要先会跑 只有生存下来 才有机会反杀对方 锻炼完肯定是要在外面 美美的吃个早餐 温诗然不知道为什么 觉得今天的早餐 特别的好吃 一口气吃了一笼小笼包 这就是锻炼后的效果 回家洗个澡 上学的上学 上班的上班 正在去公司路上的 许成云突然醒悟 他喵的 我是老板 我为什么要按时上班 我难道不可以在家里 睡到下午吗 不过 现在已经都快到公司 许成云也只好直接去公司 那还能怎么的 掉头回去睡觉吗 公司的员工都惊讶了 这两天 许成云这个老板 居然按时上班 这个也太神奇 难道公司是有什么 重大的事情要发生 不然怎么可能 许成云这么的轻快 学校这边 许一文和温诗然 一人骑了一辆电动车 停车的时候 刚好也遇到了魏巍巍 今天难道他依旧可爱 许一文今天穿了校服 在里面的 教室里面才有空调 这个天气还不是非常暖和 说到这个 许一文就想起 昨天大的那一群混混 现在的这些精神小伙 真的就不怕冷吗 身上穿着背心就算了 那裤子到处都是破洞 难道是家里穷 买不起好的裤子穿吗 然然 你知道 我们学校附近 那群小混混 昨天放学的时候 被人打了 全军覆没 听说王宇浩 这个王八蛋也在里面 都被吓得尿裤子了 停好了车 微微微挽着温诗然的手臂 小声的在温诗然的耳边说 许一文则是跟在两人的身后 这说的貌似就是自己 昨天放学自己确实是大家 那知道是谁打的吗 温诗然是明知故问 内心在说 我能不知道吗 当时自己就在场 内心想着 偏僻也没有监控 还真的大快人心啊 这帮家伙 没少敲诈我们学校的学生 听说王宇浩 那个王八蛋 今天都没来上学 活该 三人走进教室 许一文看到了 一道不友善的目光 看向了自己 是李顺 许念君给自己资料上 有这个人 这个人是整个高二的尖子生 学期非常刻苦 家里困难 家里有个卧病在床的父亲 全家全靠他母亲 一个人撑起整个家 这个李顺也争气 他来振华中学 是费用全免的 每个学期还有补助 这个补助可是很高的 一个两万吧 这个只是 学校给的补助 还不算其他的奖学金之类的 只是有些莫名其妙 为什么要对自己 敌意那么大 昨晚发现 王宇浩那群人就是李顺 他想去看热闹 只是内心有些胆怯 所以等了大半个小时才过去 过去的时候 就看到一地哀嚎 王宇浩身下一滩湿 应该是尿 也不知道 之前发生了什么 现在又看到许一文 安然无恙的出现在教室 在李顺的心里 把许一文直接划归 这个学校也只是跟温诗然谈恋爱而已 感情温诗然也是这样的女孩子 之前拒绝那么多人的追去 还以为是个清高 原来是有个富家子都的男朋友 许一文和温诗然 可是不知道 李顺居然这么能脑补 这都能写成一部小说了 什么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 默契少年穷之类的屌丝逆袭 今天的早读课 第一件事就是调换座位 许一文和秦宇晴 就坐了一天的同桌就分开了 许一文和温诗然的座位调换 也就是许一文和魏巍巍 成为了同桌 秦宇晴和温诗然被调到了前面 他们的右手边就是李顺 而许一文和魏巍巍 成为了一般来说 都是小说主角的位置 最后一排靠窗的位置 温诗然那个恼怒 恶狠狠地看了一眼李顺 只见李顺脸上那得意的笑容 温诗然就很想杂书过去 秦宇晴倒是风轻云淡的 昨天放学的时候 他就在场 李顺告状的 本来想把许一文安排一个男的同桌的 只是无缘无故的调换有些不好 而这次的理由 是班干部最好能坐在一起 对了 温诗然也是班干部 文艺委员 徐一文倒是无所谓 他问了魏巍巍的意见 最终魏巍巍坐在里面的位置 魏巍巍也没想到 幸福来得这么快 昨晚梦里 还梦见了自己闺蜜这个年轻的小爷爷 今天居然就能坐在一起 这难道是上天感知了自己的想法 特意这样安排的吗 魏同学 我这道题的解法对吗 徐一文没有早读 而是在做试题 只是这个解题的方式 魏巍巍看到徐一文做的试题 很快地给出了答案 虽然答案是对的 但是解题思路不对 怎么会这么复杂 仔细一看 居然是用高一的解题思路 来解高二的题目 这个也是没有谁了 徐同学 你这个思路不对 怪不得我刚才看你在做了很久 这个应该套用这个公式 魏巍巍随即在草稿纸上开始了演算 徐一文恍然大悟 原来这个公式是这么用的 记得祝和会用 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今天的第一节课又是语文 昨天发生在食堂的事情 他是知道的 他在祈祷王语后 不要再挑衅人家 不然到时候连累到家里 徐一文可是许念军亲自送过来了 在星海里 可以不知道市长是谁 但是许念军的名字 可是如雷贯耳的 今天依旧是古文课 徐一文自然的 就被于文静点名起来回答问题 依旧是非常完美的回答 于文静非常的满意 看这个学生越看越喜欢 魏巍巍也是崇拜的看着徐一文 他自己是半猪吃老虎 对于于文也都是赵本宣科 但是像许一文这样 有自己理解的 还是很少 而且许一文站起来 回答问题时候的那种沉稳 真的能让一个人非常安心 第24章 断题 第24章 断题好不容易又熬过了上午 期间李顺找温诗然讨论学习 都被温诗然骂走了 大家还是第一次见到温诗然这么生气 李顺这是美梦要落空了 温诗然生气的原因 倒不是不能坐在许一文的前面 他生气的是 居然让自己和魏巍巍分开了 而且魏巍巍还跟自己的爷爷坐在一起 昨天他就看出来 自己这个闺蜜可能是春心萌动 现在好了 又坐在一桌 别到时候真为巍巍成为自己的奶奶 那就搞笑了 我拿你当闺蜜 你却想当我奶奶 日子开始了正常起来 许一文和温诗然早上拉着许成云锻炼 晚白天上课 晚上一起去买菜 日常过得平淡 日子来到了周四 晚上 许一文交给了许成云一个方子 让他抓药 而这个方子是调理温诗然的身体 也可以说是给他断体用的 至于许成云嘛 这个得需要一个月以后再说 许成云自从爷爷来了以后 吃了药 开始锻炼 不抽烟不喝酒 身体明显感觉了不同 之前走个长点的路 都会气喘吁吁 现在没有了那种感觉 特别的是 现在精神特别好 许一文的房间里面 给宋燕然配的药 已经制作成了小药丸 自己也已经尝试过了 完全没问题 而且对于宋燕然的病 如果再一件 那可是分分钟的事情 只不过在这边有些束手束脚而已 毕竟是自己的玄孙女 也一般的病人不一样 而且还这么小 现在就等着什么时候 让他服下 许一文还自己做了一个小荷包 这个到时候 也一并给小丫头 这个荷包和许成云的 则是完全不一样 今天晚上 你们和我一起 回家去吃饭 说是帝都那边有人来这边 吃个团圆饭 早上锻炼完 准备出门的许一文 突然对着许成云和温诗然 其实温诗然也是顺口提一句 他主要是说给许成云说的 那个 也有晚上有个应酬 你看 许成云顿时脸色就苦了起来 他本来就是不想回去 一来是不想见到许念君 潜意识里面 就是因为他导致自己 不能和贤淑在一起 另外一个 则是不想面对贤淑 太尴尬了 这个是我不管 你必须跟我回去 不然我揍你 许一文说完就出去了 许成云都愣住了 这是一个爷爷该说的吗 知道你能打 但是也不是应该用这个 威胁自己的亲孙子 算了 去就去吧 吃完饭就回来了 不说话就算了 这边两人来到了学校 每次都像说好的一样 都能遇到魏巍巍 魏巍巍 依旧是挽着温诗然的手臂 两人亲密的在交谈 然然 我怎么觉得 你的皮肤好了很多 哎呀 百里透红 一掐能出水的样子 魏巍巍首先发现的是 自己的闺蜜的脸蛋 接着就是手 手也是丝滑了不少 哪有 可能昨晚敷了面膜吧 走了走了 要迟到了 温诗然不想提起这个话题 昨晚许一文给他一碗药 二话不说 直接就一口干了 一开始喝下去 也都没有什么 就是感觉比平时更加是睡 谁知道第二天早上 自己被熏醒的 一看才知道 自己身体排出了黑色的东西 整个房间都是这个味道 这个可把温诗然窘住了 自己可是美少女呢 怎么可能身体排出这种东西 连忙地把床上的用品全部换了 连忙去洗澡 洗澡的时候更加 整个浴缸的水都是黑色 这个可把他吓到了 后来还是许一文告诉他 这个就是武侠小说里面 说的那种洗水 只是这个没有武侠小说中的 说的那么夸张而已 至于给温诗然用 是因为在许一文身边的 就只有温诗然的身体 是嘎嘎棒的 至于许成文还在条理中 暂时还用不到 真的真的 而且 为什么你是不是换沐浴露 这个香味不对 还是你撒香水了 魏魏魏像的好奇宝宝一样 一直追着温诗然问 温诗然无奈 只要一一解释 这个就是沐浴露的香味 算起来 今天自己可是洗了三次澡 今晚回去 也不能睡那个房间 得散一下味道先 早啊 许同学 拐角的位置 遇到了秦与秦 怀抱着一打东西 看样子是 刚从老师的办公室出来 而且这个班长来得还真早啊 看这个样子 应该是来了有一段时间了 早 班长 对方既然打招呼了 那自己也得回一个 两人交集还是比较少的 特别不做同桌了以后 基本也就是点头之交 温诗然还是一如既往的下课 就来找许一文和魏魏魏说话 对于李顺的殷勤 可是一点都不感冒 班长 你拿的是什么 温诗然好奇地问 魏魏魏也看到 好奇地看了过去 新的学生手册 等下要发到班级去 对了 每学期增加了为期一周的军绪 秦与秦向着两人介绍道 目光瞅了一眼旁边的许一文 见他无动于衷 对这个不关心的样子 也没在意 这几天的观察 他发现 这个许一文 除了会跟温诗然说一些生活上的事情 跟其他的同学 基本都是讨论学习的 大家对于这个新同学 也慢慢地接受了 属于那种班上不太出名 但是有所耳闻的人 班上对于许一文最深刻的一个就是 班主任每次上课 都点他的名 回答问题 另外一个就是别的班的女生来送情书 每天都能看到 一到教室的她 显示认真地阅读每一份情书 然后对情书进行修改 利用下课的时间 一一还给这些同学 这两天已经传承的气谈了 今天也不例外 来到教室的许一文 打开课桌 就看到摆放着五六份粉色信封 就知道这是情书 还有三两个 看到许一文到了 把情书交给他 就跑开了 对于情书这个事情 温诗然跟许成云说过 许成云眉心眉肺地笑得不停 他到时候很乐意看到许念军吃扁 要是真的带回一个小奶奶回来 那个他很想看自己父亲脸上的表情 对于这个事情 于文静还找许一文说了一番 可是到最后 不知道为什么 自己就被许一文给说服了 到了后面才后知后觉 自己是老师是他班主任 怎么感觉像是自己 在面对一个长辈的感觉 真的神奇了 对于情书这些 许一文基本每一份都会回 也只是基本 通篇废话的那种 也不会扔掉 而是原封不动地还给人家 第25章 文木月 第25章文木月学长 中午我能请你吃饭吗 高一六班的教室走廊 许一文还了情书出来 一个女生追了出来 一个很好看的女生 大大的眼睛 两个酒窝特别的吸引人 也是梳着双马尾 名字叫文木月 是高一六班的语文课代表 小小年纪文学功底可是不低 已经在报纸上发表了自己的文章 家里是文学世家 不用了 好好学习 记得文章以朴实青春的为主 你现在正是这个年纪 许一文摸了末文木月的脑袋 谁人许一文比这个小女生 高出了一个头 这个倒不是许一文很高 许一文也就只有一米七五那样 是这个小丫头矮 在校园里面 很多人还以为是小学或者初中生 我记住了学长 文木月点头回答道 对于许一文摸他的脑袋 并没有反抗 他在这个比自己大一个年纪的学长身上 感受到了学长的关怀 他写给许一文的并不是情书 是他得意的文章 他是听说高二二班 来个很帅气转校生 第一次就打了学校的恶霸王宇浩 接着就有人给他写情书 这个人很奇怪 居然对情书进行了批改 然后还回去给别人 很多女同学都晒书了许一文的 给他们情书的评语 一来自好看 二来嘛 这些评语还真的蛮有意思的 所以才有文木月给许一文写情书这个说法 月月 你不会真的喜欢许学长吧 文木月回到座位上 他的同桌就凑过来小声的说道 没有啊 我就是仰慕许学长的自豪 而且他的批改很有意思 再说 我给他的不是情书 是我写的文章 文木月打开了许一文送还回来的信件 正是自己写的文章 还给了评语倒不是许一文文学造诣有多高 他是以在意见那边的文学 集合自己这边学到的知识去自我理解 那就好 我告诉 这个许学长可抢手了 高一就有好几个惦记着他 高二他们班的 那个温世然可是跟许学长走得很近 很多人看到他们都是一起上下学的 有传闻说他们是在谈恋爱 同桌也是消息灵通人士 这么多消息居然都知道 也是蛮八卦的一个人 行了 我知道 我是在跟许学长淘汰文学上的东西 放心吧 我十七岁都还没满 不会想这个事情的 文木月笑着对自己同桌说 自己这个同桌可真的是百事通 其实也是在关心自己 但是自己没有这个想法 就纯属讨论文学上的东西 回到教室 看到温世然在自己座位上跟魏巍巍说话 基本自己不在座位上 温世然就要去找魏巍巍说话的 两人是闺蜜 总能有说不完的话 有时候许一文也觉得 把两人分开的正确 一天到晚唧唧喳喳的不停 爷爷 你回来了 对了那个连续两天送情书的学妹 怎么说 温世然站了起来 来到魏巍巍的旁边说 什么怎么样 他给我写的不是情书 是他的文章 这是在文学探讨 你在想什么 你还真想我给你找个小奶奶啊 徐一文没好气的说 不说这辈子 至少现在 他是不会想这个事情 再说 哪怕他想 下面这个三个老儿子 会怎么去面对 给他们找个后妈 估计分分钟要跟自己断绝关系 魏巍 我跟你说 那个学妹是真的很可爱 比你还可爱 说话的声音也是好好听 我一个女生都酥软了 我相信许同学 现在的首要任务是学习 再说 他们是讨论文学上事情 你这个做孙女的 难道还管起你小爷爷的事情了 魏巍巍总感觉 温世然这话是对自己说的 是让自己时刻警惕下 对手可是蛮多的 可是自己也就是有个好感而已 至于未来的事情 谁会去想那么多 现在都是学生 加上温世然对于 徐一文家庭的事情 透露的很少 很多事情 温世然都没有说 感觉很神秘的样子 好在上课的铃声响起来了 不然还不知道 温世然能说出什么呢 这节课是外语课 外语上 徐一文是相对比较差的 之前的学的都忘记得差不多了 好在看了书 很多过目不忘 现在能勉强跟上学习的进度 身边的魏巍巍就是外语上的好手 能拿满分的存在 有他的补习 成绩突飞猛进啊 对于徐一文来的学校一周了 负责的追求这一点 在中午食堂吃饭的时候 就能完美地呈现出来 上至学姐 下至学妹 都想请徐一文吃饭 要不是温世然护得紧 估计都要被这群家伙得逞了 他算是看出来 自己这个爷爷 有点烂好人的感觉 不懂得拒绝 就像秦叔这个 谁会给秦叔做批注 这不是神经病吗 但是徐一文就却这样做了 真的是个奇葩 温世然不知道的是 徐一文这样做 也纯属为了体验生活 现在的高中校园 和以前大不相同 那个时候的他们 恨不得一天都扎在 知识的海洋里面 但是现在不一样 有着各种各样有趣的事情 会伴随着知识 这个就需要自己去探索 学长 真巧 我可以坐这里吗 来人正是文木月 嘴上说着 我可以坐这吗 但是人已经一屁股 坐在了徐一文的旁边 一般这个位置 秦宇晴的专属位置 三人回来的时候 发现座位上的文木月 正在热情的 跟徐一文交谈着什么 啊 学姐对不起 我这就离开 文木月看到人回来了 特别是秦宇晴看向自己 以为是自己 站了秦宇晴的位置 连忙站起来 没事 你坐吧 我坐这里 秦宇晴倒是无所谓 只是他很好奇 这个徐一文 怎么就这么吸引人 谢谢 学姐 文木月小脸微红的坐下 感受到了对面两道 目光看向了自己 两位学姐不要误会 我和许学长 正在讨论文学上的东西 对了 我叫文木月 高一六班的 小姑娘还自我介绍了 刚才的解释 是深怕误会 高二二班的魏巍巍 高二二班的温诗然 是这位许同学的孙女 温诗然是故意加上 后面这一句的 也不知道他安的什么心 啊 文木月愣住了 这是什么 你们也不是一个姓啊 怎么就成了孙女和爷爷了 第26章 小荷包第26章 小荷包许一文和温诗然 也没有解释太多 文木月很快 会把这个事情翻篇了 继续跟许一文 谈论起文章上的事情 吃完饭再回教室的路上 许一文给许成文打去了电话 让他准备一副上好的银针 他有用 许成云对于爷爷的要求 向来都是满足的 特别是自己身体具体健康有力 温诗然今天早上的异样以后 更加确信了 许一文是个影视的高人 许一文是不午休的 如果不是在教室里面看书 那么很有可能 就是在学校的某个角落看书 他现在的精气神 能支撑他 七天七夜不休不眠 都没有事 许同学 怎么不去午休 于文竞在教室楼的窗户 看到了许一文 没想到这个小子这么勤快 现在居然在看书 于是下来好心的提醒 要劳逸结合 于老师 怎么也不去午休 许一文连忙站起来 从小家里就教导要遵师重道 这是一个人必须的要有的品格 老师是传授你知识的 那么你就要尊重他 伸手拿过了许一文手中的书 蛮厚一本的 貌似教材都没有这么厚的 他之所以下来 还有个重要的原因 那就是担心许一文看杂书 比如小说这种 不过看小说 现在都是用手机了 谁还会去买实体的呀 嗯 于文竞惊讶了 居然是大学语文 你一个高二的 看什么大学语文啊 而且看这个样子 看了有意会了 上面都有做笔记 可嗨嗨 还是以现在学的课程为主啊 至于这些 以后再去学也不迟 好了 老师不打扰你了 要劳逸结合呀 于文竞说完就走了 这个学生居然开始 看大学的书籍了 真的有点大跌眼镜 对于这种天才 也不是没有遇到过 但是这么刻苦的 还是第一次遇到 老师再见 许一文目送于文竞 继续看书 知识就这样 如果找对方法 那么就很快能融会贯通 现在的他就是如此 晚上放学 两人直接前往许家 今晚有家宴 要过去那边 许一文还特意打电话 给许承云 让他也必须要去 不然后果自负 温诗然笑个不停 这个爷爷 越来越有做长辈的样子了 而且还是之前的那种长辈 棍棒底下出孝子的那种 今天许一文看到王宇浩 但是对方看到许一文 老远就去躲着了 生怕许一文找他麻烦一样 到了许家门口 只见停着一辆 非常招摇的跑车 温诗然一眼就认出来 这是他二哥 许承云的车 只是不知道这个家伙 葫芦里面卖的什么药 到了自己家门口 居然不进去 两人直接开车进去了院子 都是人脸识别 苦哈哈的从车上下来了 走向了许一文这边 爷爷 许承云也不知道 为什么自己就这么怕许一文 其实许一文也没有真正打过他 就是有时候严肃起来 那个气场他都怕 可能因为是这个缘故 才惧怕的吧 嗯 少说话 多吃饭 吃完饭 我们就回去 让你帮我买的银针买了吧 许一文很满意 虽然许承云嘴上抗议 但是实际上还是很听话的 买了的 爷爷 你要这个干嘛 给我针酒吗 许一文让他买银针的时候 他第一个就想到了 不会是要给他扎针吧 不是 你不需要 今晚回去喝第二副药 还有赶紧找个正经人家的女孩子成家了 一天天没个正性 许一文说完 就率先走进屋里了 哈哈 二哥 被教训了吧 一个18岁的 让一个27岁的赶紧成家 是什么感受 温诗然笑得没心没肺的 你完蛋了 以后二哥不会给你零花钱了 许承云不用想就知道 肯定自己这个妹妹 跟许一文说了什么 不然自己的破事 怎么会被爷爷知道 不过自己已经正常作息了一周了 相对于出去花天酒地 这样作息也不错 至少第二天不会腰酸背痛 哈哈 我一点都不怕 爷爷会给我的 二伯给爷爷卡里 可是九千多万 以前零花钱给的最多的 就是许承云 对于家里小妹 几个哥哥都是很疼爱的 好吗 现在把自己的底全部都说出去了 看到逃跑的温诗然 许承云无奈啊 爱呢 是会消失的吗 深深吐出了一口气 走进了这个自己最不愿回来的家 谁让是爷爷强迫自己的 许一文一进到家 老大像妻子张兆青抱着宋燕然 旁边是刘婷 许念军则是在和宋英华坐在一起聊天 爸 爷爷 心理上已经接受了 但是许一文 其实真的不知道怎么跟他们打交道 之所以能跟许承云和温诗然这么熟悉 可能主要的原因是 他对两人性格摸透了吧 而且两人其实也很好相处 太爷爷 宋燕然的软软糯糯的声音响起 只见小小天从他奶奶怀里挣脱出来 直接跑向了许一文 唉 许一文东西还没放下 看到小丫头奔向了自己 一把就抱了起来 小丫头真的很瘦 上次抱的时候 许一文就感受到了 一点都不像一个三岁孩子应该有的体重 而且面色比上一次见到更加的不好了 然然下来 让太爷爷先休息一下 宋英华也是很少看到自己的 这个女儿对谁亲近 上次在帝都就感到奇怪了 这次看感觉则是神奇 没事 许一文单身把包放下 抱着小然然就在沙发上坐下 然后从背包里面 拿出了一个做得很可爱的小荷包一样的东西 给到了小然然的手里 谢谢太爷爷 太爷爷这个好好闻 小然然贪婪地闻着香囊里面 散发出的淡淡的味道 惨白的脸上逐渐有了血色 在场的都被惊讶了 包括最后进来的许成云和温诗然 感情爷爷去老家采药 是为了给这个小丫头的 还有这个小荷包 好可爱 他们两个的是让他们自己去找人弄 真的太没有天理了 作为小然然的奶奶和父亲 是知道小丫头的病情的 正在为了这个事情 愁得要死 看到许一文送东西给小然然 第一时间担心 因为一不小心 小丫头脸色居然有所好转 不由地撑起了起来 这个真的太神奇 第27章 给小然然治病 第27章 给小然然治病 很快到了吃饭的时候 小丫头的精气神还不错 没有瞌睡的样子 只是一直让许一文抱 这个让他奶奶和爸爸很无奈 其实吃饭的时候没有说什么 也没有喝酒 毕竟这次过来 这边本来就是治病的 宋家两个病人 一个植物人 一个还不知道能活多久的小丫头 因为许一文的苏醒 宋家的愁云暂时消散了一点 吃饭的时候 主要是说安排上的事情 医院是许念军的私人医院 国内最好的水平 如果许一文一直苏醒 兄弟三人 也已经考虑把许一文转来这边了 宋家这边暂时就住在许家这边 而且也待不久的 殷华后天就要回到自己的岗位 只有张兆青在这边 一边照顾孙女 一边照顾儿媳 而且还要时不时在帝都出现 许一文全程没有怎么说话 他要一边吃饭 一边喂小然然 今晚小然然的胃口特别好 都吃了一碗饭了 这是非常难得的 吃完饭 三人就回去许成云那边去了 许一文发现 许成云和许贤书 两人居然眼神在交流 看来温诗然说的不错 两人还是于情未了啊 只是到时候清明的时候 真的入了族谱了以后 两人就没有机会了的哦 看来得找个计划 好好的跟老二两口子说一下 能把小然然接到这边吗 回到了家 许一文问许成云和温诗然两人 这个可能有点难 小丫头的身体太差了 大伯母可能不允许 而且不能在外面待太久 许成云回答道 她是知道宋嫣然的情况的 她的病情我暂时压制住了 接下来就需要针灸 也就一次而已 后面继续服药就行 越于能痊愈 许一文今天在大家没注意的情况 给小丫头吃了一个小药丸 这是许一文自己制作的 荷包加上药丸 能暂时压制小丫头现在的病情 只是能更快的医治好小丫头 是最好的 啊爷爷 你说说 小然然的病您能医治 小然然的病情 可是宋家的一块心病 许家这边也好 温家也好 各种医生医院都去过了 但是都没有办法 如果许一文真的治好 那将会是大家的一个喜事 嗯 小然然是寒气入体 诱发了其他的病症 现在的医学束手无策 但是我能 就是暂时不想 让别人知道我医术 底牌越多 对手就越忌惮 这是许一文在一节误出的治理名言 好 我试试 温诗然想了想说 为了小然然 她拼了 再说爷爷都会那个什么断体 医术上的东西 应该也是没有问题的吧 现在的两兄妹 已经满目的信任许一文了 第二天是双休时间 但是对于两兄妹来说 睡懒觉是不可能 准时许一文就会把两人叫起来 继续锻炼 许成云已经了第二副药了 效果很明显 原本有些臃肿的身体 现在开始逐渐的在变瘦 脸上的肉也在逐渐的变瘦 那帅气的面旁 又再次恢复 人是越来越瘦 但是力气上则是越来越大 个人感觉力量涌上来了 有变化的 还有温诗然 她感觉整个人很轻巧 随便一跃就一米多 感觉自己快成为了一个兔子了 回到家里 温诗然吃完早餐就出去了 说是要去接小然然 至于许成云也跟着去 开着车 毕竟小丫头身体那么弱 开个电动车 估计张兆青那边也不会放人啊 徐一文则是在家里准备着 需要的东西 都已经让许成云准备好了 现在要做的 就是回想着之前的治病的细节了 她突然很紧张 大概因为小然然是自己的家人 所以才不由得这么紧张吧 准备好了这些 则是去厨房准备午饭 总不可能中午要饿着肚子吧 临近中午的时候 终于把人接来了 小丫头的气色看起来不错 可能这就是给小丫头出来的原因吧 徐一文还真的猜对了 张兆青昨晚就很奇怪 一般小丫头都是精神违米的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昨晚的精神特别好 也不气喘 怕冷了 手里一直拽着徐一文 送给她的小荷包 一直说身体暖暖的 特别是胸口 好舒服 张兆青也没有想多 就当是心海这边 比地多暖和一点 整个晚上小丫头都非常的安静 睡得很好 半夜没有醒来 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 难道是因为她手里那个小荷包吗 自己去闻了一下 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呀 还在她纠结这些事情的时候 就看到许承云和温诗然说 要来接小丫头去那边吃饭 说是徐一文做好了饭 一开始是不愿意给接走的 毕竟身体原因在哪 但是无意间 张兆青看到这两兄妹的精气神好了不少 特别是许承云 整个帅气了不少 眼神也变得明亮了 温诗然自然不用说 整个人面色是极好 难道都是因为许一文的原因吗 老话跟着有福气的人待久了 自己也会沾沾福气 加上小丫头 听到要去太爷爷那里 立马喜笑颜开 迫不及待的样子 人接来了 先吃饭 小丫头吃得很香 其实许一文不知道小丫头喜欢吃什么 就做了些清淡的 吃完饭 许一文陪着小丫头 看了半个小时的电视 许一文在小丫头额头上 轻轻地揉两下 小丫头就呼呼大睡了起来 一旁的两兄妹 看得目瞪口呆 这个也太神奇了吧 这个爷爷不会是神仙吧 小丫头睡着后 就开始了治疗 许一文下针很快 都是以气韵针 这套针法是没有名字 许一文继承了他那师傅 加上创新而来 如果非要叫个名字 那就阎王留不久针吧 看到许一文额头上 居然出了汗水 温诗然连忙拿来毛巾 给他擦汗 一个小时以后 终于治疗结束 小丫头会在半个小时后醒来 把药给他吃了 给他擦拭下身子 别着凉了 别来打扰我 我今天做的饭菜比较多 晚上给你们三人吃 记得把小丫头送回去 给你们大伯母 许一文把药叫给温诗然 然后就回去房间了 把门一关 二哥 你说爷爷这是怎么了 脸色有些白 温诗然茫然的拿着药 有些担心许一文 脸色太吓人了 像个病秧子一样 我也不知道 算了 按照爷爷的做吧 我们应该帮助不到他 对了 我想起来了 这个应该就是那种 武侠小说里面的真气浩尽 给爷爷休息一下就行 徐承云也不知道 他知道许一文一打十 所以就只想用这个解释了 他的脸上也是担忧 和这个年轻的爷爷 也住了一周了 自己虽然比这个爷爷年纪大 但是总感觉自己 被他照顾一样 内心已经接受 这个爷爷的存着 现在看到这个样子 担忧是不言而喻的 第28章 惊喜 第28章 惊喜小丫头醒来的第一时间 就是找许一文 得知许一文休息去了以后 也不哭不闹 因为一直都不舒服 整个三岁的小娃娃 非常的懂事 都不给家人添乱 而且是奶奶带大的 都没有见过自己的母亲 家里的人对他也是非常的疼爱 包括温许这两家 吃完饭的时候 还没看到许一文出来 两兄妹就先送送嫣然回去 一般情况下 许承云是不会进家门的 早上来接的时候也是这样 现在晚上送回去的时候 也是这样 就把车停在外面 也不下车 回来了 没给叔叔和姑姑添麻烦吧 张兆青过去接过了 温诗然手中的小然然 没有 奶奶 太爷爷的饭菜好好吃 小丫头的声音 比之前感觉气力足了不少 他的悦耳动听了 蛤 诗然什么情况 张兆青有些无语 这两个小辈也太不省心了 居然让长辈给他们做菜 太不像话了吧 温诗然只好坐下 把事情说了一遍 治病的事情是没有说的 许一文跟他们说了 暂时要保密 你们啊 也学做菜吧 让爷爷给你们做菜 真的像什么话 要不你们晚上回来 这边吃吧 刘婷本来在和张兆青一起说话的 听到温诗然这么说 不由的插嘴 好在许念君不在 不然可能要挨骂 温诗然也觉得不好意思 说了一会就走了 回到车上 就把要学做菜的事情 跟许成云说了 许成云非常的光棍 要么点外卖 要么叫个保姆 温诗然都无语了 看来只有自己去学习了 许家 张兆青抱着小然然 抓着他的小手 感觉到没有之前那么冰冷了 不由的称奇 毕竟刚从外面回来 为什么小手会这么暖和 然然 现在感觉怎么样 张兆青看到孙女的脸蛋 开始有了健康的眼神 不由的称奇 这样的变化 就是来到星海这边 准确的说是从昨晚开始的 现在出去了一天回来 感觉病情突然就缓解了的感觉 奶奶 然然现在感觉好舒服 有力气了 小丫头的小荷包 被温诗然放在了口袋里面 现在他的小手抓着张兆青的手 张兆青感受到了小丫头的力气 来来来 让二奶奶抱抱 好不好 刘婷伸出手 小丫头直接就投入了刘婷的怀抱 把小丫头抱在怀里 还是感觉一如既往的瘦 接着就是感觉了小丫头身上传来的热闹 大嫂 小丫头身上有了变化 没有之前那么冰冷了 而且这么久了 居然也没有咳嗽 眼睛很灵动 没有是睡的样子 对于这个第一个第三代 大家都是非常喜爱 只是身体的原因 没有能带出去玩 妈 二神你们在说什么 说话的是宋英华 她来这边 不单单是送妻子和女儿过来 是有自己的事情 这不现在才回来 说你女儿的病情好了很多 要不你自己来看一下 张兆青脸上带着笑意 如果小丫头的病情真的能好转 那对于宋家来说 可真的是个天大的喜事 嗯 不会吧 心海这么养人嘛 宋英华放下包 过去抱起了小丫头 爸爸 冷 然然暖乎乎的 小然然蹭了蹭宋英华的脸蛋 宋英华这个时候才想起 自己刚才从外面回来 带着寒气 刚好放下小丫头 但是小然然就是不放手 爸爸 为什么小丫头这么暖乎乎的呀 宋英华看似在问小然然 其实是在问自己母亲 小丫头都是母亲带的 自己又要工作 妻子还在躺着 昨晚你爷爷抱过以后 就感觉没有之前那么冷冰冰了 今天侍然和成云接过去了 那边和你爷爷吃了个饭 刚才才送回来 脸色也好很多了 小手也不冰了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难道成云找了个什么神医吗 可是找到神医 也没有必要这样鬼鬼祟祟 张照青把事情跟宋英华说了一遍 也把自己的猜测说了出来 告诉爸爸 去和二叔说 小姑姑出去好玩吗 宋英华只好问小然然了 看小丫头这边能说出什么 啊 小姑姑带人家过去 就直接吃饭饭了 饭饭好好吃 是太爷爷做的 然后太爷爷和人家一起看小猪猪 之后人家就睡着了 醒来的时候 没有看到太爷爷 小姑姑说 太爷爷太累了 再睡觉觉 小丫头一口气说了这么多的话 居然都没有喘气 这个现象是个好现象 宋英华已经有了想法 这个事情必须要跟自己的父亲汇报 这个突然苏醒的年轻爷爷 可能会医术 而且还是很厉害的那种 小然然的病情 可能已经在这个爷爷的缓解下 如果小然然真的能被治好 那么自己的妻子 是不是也有可能 人一旦有了希望 就会无限遐想 爸爸 以后然然 还能不能去找太爷爷玩 小丫头歪着脑袋 期待的看着自己的爸爸 当然可以 来二奶奶抱你 去看金鱼吧 你二爷爷养的 好可爱 刘婷看得出来 这对母子梁有话要谈 就抱着小丫头 去看许念君养的那些金鱼 小丫头很识趣的 就直接投入了刘婷的怀抱 两人就欢快的离开了 老远还能听到小丫头欢快的声音 妈 这个事情要暂时保密 等一下 我跟爸说下这边的情况 宋英华小声的说 说不定这个爷爷能成为一张底牌都不一定 行 我知道 我都不敢设想 小丫头有一天能像正常孩子那样 小林真是太可怜了 如果小然然能好起来 如果小林也能好起来 那么 不管我们家 还是对吴家 也是一个交代吧 张兆青说着抹了眼泪 看得出来 他这几年过得也是很累 本以为儿子娶了媳妇 自己能享受了 能直接等着抱孙子了 谁知道会出现了那样的事情 妈 希望还是不要抱这么大 一切都只是我们的猜测 接下来还需要看小然然的具体病情 明天我安排医生来给小然然做个检查 看一下具体的情况 宋英华安慰着张兆青 他知道自己的母亲 这几年活得很累 他从来没有在自己面前说起过 就是为了让自己 让父亲没有后顾之忧 好好好 想太多了 你爷爷会医术 还有待考虑 对了 你爷爷送给了小然然一个荷包 小丫头一直抓着 貌似就因为那个咳嗽就变少了 张兆青突然想起 小然然手里的荷包 感觉小然然的身体好转 和这个小荷包也有关系 还真是惊喜了 来星海的大惊喜 嗯 应该是 好了 妈你放宽心 第29章 宋志成的疑惑 第29章 宋志成的疑惑吧 休息了吗 宋英华回到了房间 直接拨打了自己父亲宋志成的电话 没有 等一下还有个重要会议 怎么这个时候给我打电话 是有什么事情解决不了吗 宋志成的声音中略显着疲惫 职务上的事情到了关键的时刻 现在也是上面考察的时刻 只是家里两个病人 总感觉是笼罩在阴影之下 本来和吴家的关系很好的 两人还是同学 吴家也就是大儿子宋英华妻子的娘家 自从出世后 两家就没有来往了 是这样的 昨晚爷爷送了一个小荷包给然然 今天白天和过去和爷爷吃了一顿饭 嗯 这些没必要全部都跟我汇报 宋志成还以为大儿子打电话过来 会有什么重要的事情 谁知道 就是这些鸡毛蒜皮的事情 略显生气 爸 然然在接触过爷爷爷以后 病情貌似有所好转了 宋英华听出了自己父亲的语气不对 连忙挑重点来说 什么 紫祥细说说 宋志成蹭的一下站了起来 他可是知道自己这个孙女的病情的 寻遍了整个国内的英乐医生 也找了国际上的 都说束手无策 大儿子居然说跟许一文待了一会 病情就好转了 这个很不合乎常理 宋英华把事情跟宋志成说了一遍 宋志成在那边久久不语 很明显是真的得到改善了 以前孙女总是寒冷 现在居然说暖乎乎的 而且食欲也增加了 之前吃一点点就饱了 才导致比同年龄的孩子瘦小那么多 你们也就是怀疑是吗 在场的应该是成云和世然他们两人 好 我知道了 这个事情暂时保密 不要伸张 对了 让你母亲也是 先不要伸张 好的父亲 宋志成挂断了自己儿子的电话后 走到了窗边 很多事情现在来不及想 马上就要开会了 自己这个便宜父亲 刚开始苏醒的时候 自己或许能看得透 就是如同了十七八岁少年一般的星星 但是一夜过后 自己就完全看不透了 这个变化是诡异的 宋志成一开完会议 就马上联系了老二老三 好在两人这个时候也刚好有时间 大哥 这么晚 是有什么紧急的事情吗 时间比较少的是老三 温如故 没办法每天要处理的事情多 他的战区 情况复杂多变 刚才我接了英华的电话 电话里说 然然有望治好 什么 太好了 二弟三弟先不要急 也只是猜测 而且治好然然的人 很有可能是咱爸 宋志成说完 其他两人都沉默了 这个怎么可能呢 罕见的疾病 众多名医民院都束手无策 可是现在 你跟我说 一个看似十七八岁的少年能治好 这个谁相信 我知道你们不相信 但是老二 昨晚吃饭的时候你在家吧 你就没有发现什么异常吗 宋志成见两人沉默 开口说 说异常吗 还真有 然然很黏咱爸 小荷包也是昨晚送的 对了 我想起来了 昨晚大嫂 还夸然然真棒 能吃一碗饭 难道咱爸真有这个能力 只是不大可能啊 怎么想我都难以置信 咱爸不是一直昏迷在那吗 而且 许家的底细 我们也查过 世世代代代的农民 许念君倒是想起昨晚吃饭的场景 但是转念一想 还是觉得不可能 就看明天给然然做检查了 对了 英华说是诗然和成云接然然出去的 要不你们私下问下自己的孩子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算了吧 大哥你是知道 成云都不跟我说话 我们两父子 见面就吵架 这两次 要不是有爸在 估计又得吵起来 我知道没有二哥那样 只是我们两口子 都不怎么跟女儿交信 女儿不一定会跟我们说实话 宋志成见两个弟弟都这样说了 也无奈 看来得自己亲自出马了 爸现在是和成云和诗然一起住室吧 那他们两人有什么变化吗 也没什么变化吧 我家那臭小子 就是貌似瘦了点 宋志成跟两兄弟再聊了一下 就结束了对话 他来找个时间得自己亲自问 不过现在得打个电话给自己的妻子 问一下然然的情况 对于长期照顾 然然的张兆青来说 是最了解孙女的变化的 怎么这么晚打电话过来 差点把孙女吵醒了 张兆青对于宋志成突然打过来的电话 有些责备 这个时间把孙女吵醒就不好了 抱歉 刚才英华跟我说了然然的事情 然然现在怎么样了 宋志成也知道 这个时候打电话过去是不好的 但是没办法 想早点知道事情 也好早做安排 挺好的 吃的也多了起来 而且睡眠也很好 九点睡的 现在一直都没有醒过 呼吸均匀 老宋 你说 爸他是不是那种饮食神医 目前还不知道 希望如此吧 两人再聊了一会 大晚上的也需要休息了 张兆青回到房间 小丫头居然依旧在呼呼大睡 真好 能吃能睡 这个对于普通孩子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对于咱家这个孩子 是那么的渴望而不可及 现在好了 两个晚上都睡得好了 那么应该病情是有希望的吧 第二天一大早 就把医生叫来了家里 给然然做了全面检查 张兆青和宋英华两人 焦急的在等待着结果 很快 医生的出来了 恭喜 孩子的病情的 突然就得到了遏制 而且正在向着好的方向发展 对了 你们是不是找了华医 有人给他针灸过了 这个可能是病情好转的原因吧 不过也是我们的初步检查 具体的要详细检查 我们带的设备有限 这群医护是在许家的私人医院的 之前是在帝都那边 小丫头转过来这边 也都跟着过来了 他们也是惊奇 不就几天没有检查吗 怎么突然就好了 还检查出了针灸过的痕迹 虽然很细小 但是也是能检查出来 如果晚一点 可能就消失了 好 我知道了 麻烦医生了 让人送走了医生 在场的人 许念军夫妻也在 许念军昨晚通完电话 就一直在想着许成云的变化 想再想起来 变化好真大 嫂子 刘亭上前安慰张兆青 这个消息对于宋家来说 无疑是个巨大的好消息 不能怪张兆青气不成声 第三十章 暴露了 第三十章 暴露了许一文 是第二天的六点 准时继续敲两人门的 两人昨晚担心许一文 好大一晚才睡着 但是大清早的 许一文居然没有放过他们 继续被拉起来锻炼 成云给你的药方 三天一次啊 连续一个月 就一个就行 至于诗然的一周一次 连续七周 七周以后我教你拳脚功夫 如果成云想说 也可以加入 不过要吃一些苦 毕竟你年岁这么大了 三人锻炼完 在吃早餐的时候 徐一文对着两人说 好的爷爷 飞檐走壁吗 男人至死是少年 少年的总是幻想成为大侠 成为武林大侠 不可能的 飞檐走壁 自己当初在那个世界 可是练习了几十年 还是有天才地宝的加持 这个小子一开口 居然就要飞檐走壁 简直吃想妄想 爷爷 要不要跟我出去 我今天约了薇薇一起去玩 温仍然恨不得给自己一巴掌 为什么要说这个 如果这个薇薇薇 真的成为了自己的奶奶 那个时候 自己怎么面对啊 不去了 我今天在家就行 你们有事就出去帮忙吧 不用陪着我的 再说 我又不是小孩子 能照顾自己 你们的饭菜还是我做的 你们两人 谁做我的接班人 我的厨艺倾当相授 人活得久 就想去找一些事情打发时间 比如去学厨艺 比如去学戏曲 徐一文就是如此 曾有个几十年 他是真的在享受 那个世界的生活 两人见徐一文这么说 也就没有说啥 看样子 两人都要出去 温仍然是出去找同学 那许成云呢 他则是出去参加明星红毯 回到家 许一文还是喜欢在自己的房间里面 查询这资料 看看书 中午的时间 在休息室内 许成云翘着二郎腿 嘴里在哼着歌 手机铃声响起 许成云拿起一看 居然是宋志成的电话 立马做证来 然后诚惶诚恐的接起了电话 大伯 你好 家里的小辈都很怕这个大伯 因为这个大伯在家族里面说一不二 还有个原因 那么可能就是这个大伯 常年身居高位 自带的威严 至于温如故 别看他是当兵的 还是个司令 但是这个特别招孩子喜欢 在和小辈相处的情况下 完全没有那种长辈的感觉 成云 现在在忙吗 其实宋志成 已经尽量表现出平和了 但是到了 这些小辈耳朵里面 就还是那么的威严无比 大伯您说 也不是什么大事 就是想知道 你陪你爷爷回许家老家那边 有没有发生什么事情 你和施然也没有给我说 你们回去的经历 宋志成带着责备的语气 这两个小辈 带爷爷回去 也不向他汇报下经过 本来是要让自己儿子 其中一个也跟着回去的 但是突然有事情无法分身 只好让许承云和温施然两人去 但是这两个人回来一个礼拜了 也不向他汇报下 回去的的情况 接着 许承云就把回去的经过 说给了宋志成听 许承云知道 事情也并不多 毕竟跟许一文走得近的是温施然 但是他绝口不提许一文采药 和给他方子的事情 宋志成听完 心里大致有数了 这个侄子 社会摸爬滚打 也学会避重就轻了 不过也没有生气 肯定是有人 让许承云不要这么说 而且很有可能就是许一文让的 温施然正在跟魏巍巍在逛街 两人是来买夏天的小群群的 有说有笑的时候 温施然接到了宋志成的电话 如同许承云一样 整个人就恭敬了起来 大伯 说话都有些紧张 虽然之前在帝都读书 是住在大伯家 但是每次看到这个大伯的时候 内心都不由得提心吊胆 总感觉这个大伯 能看穿人的感觉 是啊 没在忙吧 没有 大伯你有什么事吗 温施然有些摸不透 大伯打他电话干嘛 自己这个月 貌似没有饭事 也没有弃自己的父母 听承云说 你和爷爷一起去山上了 还发现了很多野生水果是吗 对啊 都是爷爷认识的 爷爷不光认识哪些野果子能吃 还认识很多草药 他采了不少 说是给小然然 温施然没注意到 自己掉入宋志成的圈套 就把许一文暴露了 当意识到的时候 都已经说了出来 连忙闭嘴 这么大的事情 居然瞒着家里人 你们两个胆子也太大了 你们不知道 然然现在情况吗 宋志成混迹官场 可能拿许成云 一时半会没有办法 但是对付 没有多少社会阅历的温施然 那不是手道青睐 啊 不会吧 治疗结束的时候 小然然状态很好的啊 还在一起吃了饭 送回去的时候 惊气神都很好的呀 温施然慌了 不可能啊 爷爷的医术明显那么高 小然然的状态 肉眼看得好了起来 二哥许成云的状态 也好了起来 难道这些都是假象 但是他又看到自己的闺蜜 微微在给他几眉弄眼 忽然恍然大悟 自己居然被炸出了话 完蛋了 还说要帮爷爷保密的 大伯 你炸我 温施然无奈的说 自己终究还是斗不过老狐狸啊 哈哈 说说吧 然然的身体很好 再说 我也没说 然然身体不好啊 就是为你知道然然的 现在身体情况没啊 宋志成爽朗的笑声传来 温施然没有办法 只好把回许家老家 和许一文采药的事情 接着是许一文 给小然然针灸的事情 一五一十的跟宋志成说过了 那大伯 现在小然然身体怎么样了 温施然还是很关心小丫头的 整个大家庭 她是大然然 宋燕然是小然然 初步检查 病情得到控制 正在好转 如果以后 要带然然去见你们爷爷 直接带过去就好 她是不会害我们的 结束了跟宋志成的电话 许成云打了过来 是告诫她小心点 大伯可能会盘问 温施然只好无奈的说 已经暴露了 许成云无奈啊 就晚了一步 然然 许同学会医术 魏魏魏好奇的问温施然 我自己不知道 对了 魏魏你怎么知道 我大伯是炸我话 温施然模棱两可的说 但是他好奇的说 为什么魏魏魏知道自己大伯 在炸自己的话 我爸爸炸别人话的时候 就是这个 先是严肃的说 然后突然提高声音 虚晃一枪 吕施不爽 但是前提是 对方是惧怕 或者敬畏的前提下 唉 温施然无奈啊 自己不就是很敬畏 这个大伯吗 一炸一个准 想想怎么跟许一文说吧